这个男人堵上了一切 只要推开眼前的这座大门 就能拿到地下城的隐藏奖励 从此过上崭新的人生 随着宝藏之门缓缓被推开 一枚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珠子出现在男人面前 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 名叫阿轩的男人捡起了眼前的珠子 恭喜你获得神话级装备 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声让他赶忙捂住了双眼 生怕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二十年前 在太平洋中心 一棵无法预计高度的参天大树凭空出现 紧接着随之而来的是魔兽入侵 地下城肆虐 就在人类陷入绝望之际 拥有神之力的觉醒者出现了 他们被称猎袭者 阿轩原本是一个拥有97%魔法评分的天才少年 可他却毅然决然选择了武斗星 只因那个年代法师不如狗 可他没想到的是 11年后 魔法师逆风翻盘 而战士们却被削弱跌下神坛 更悲剧的是 觉醒者的成长只要过了20岁就会停止 如今的阿轩只是一个连工作都接不到的地级猎人 父亲骂他是废物 同学也都瞧不起他 就连生存他都要靠着唯一的好兄弟接近 郑宇明是一名猎人经纪人 专门负责联络觉醒者攻略地下城 尽管他很想拉自己的兄弟一把 可阿轩只不过是个武斗系的猎袭者 符合他条件的地下城档位 除了搬运工也就只剩下挨刀扛伤害的肉盾 这不禁让阿轩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 如果选择了魔法系 今天就不会是这番落魄的模样了吧 可惜现实没有如果 郑宇明带给他的任务是在不死鸟副本里当肉盾 虽然危险系数极高 但阿轩没有办法 要么饿死街头 要么接下任务 最终阿轩答应了郑宇明 可第二天他就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 在副本中除了要顶住前方怪兽的伤害 还要忍受身后魔法师的责骂 这样的日子他是一天也不想过下去了 好在这次副本师来了一整个工会 很快他们便将把房间以外的怪物全都清理干净 就在众人原地休息的时候 阿轩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可就在这时 一段乱码突然弹了出来 阿轩只感觉一阵头痛 紧接着他就收到了系统瘫痪的消息 就在阿轩为这件事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道奇怪的声音从他脑海中响起 跟着光亮走 阿轩惊讶地抬起头来 果然和声音说的一样 他的周围出现了一团团亮光 而且他发现 这些亮光是别人看不到的 带着一丝好奇和疑惑 阿轩决定亲自去看一眼 他告诉同伴自己有事先离开一下 随后便追着亮光走了出去 很快他就进入了一处洞穴 在路上 阿轩不止一次打开系统面板查看 结果都是显示瘫痪 他不有感到诧异 难道这些亮光的源头 就是系统瘫痪的原因吗 不知过去多久 阿轩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大门 看到这里 他兴奋地笑了起来 这可是高级副本中宝藏之门 出现的概率极低 若是能在里面捡到一级以上的道具 价值至少也要上映 那么他就可以立刻结束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花淡奶吗 阿轩此刻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这玩意要是被自己偷偷带出去 那岂不是原地起飞 一边畅想着自己离开副本后的美好生活 一边将手探向了发光的珠子 突然系统的提示声在耳边响起 系统部分功能修复成功 获得新装备道具 是否需要确认该道具的详细信息 悦尔的声音让阿轩更加得意 这还真是一事顺事事顺 随着珠子被拿在手中 道具面板也弹了出来 奥丁一师之眼 全世界唯一神话级道具 看着神话级三个大子 阿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连装备的技能效果信息 他都是一扫过 此刻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自家祖坟肯定冒青烟了 要知道S级的道具 在拍卖场里很容易就能拍到数百亿 自己这件唯一级神话道具 还不得卖到上千亿 想到这里 阿轩激动得快要哭了 再也不用过苦日子 再也不用被其他猎人无视 再也不用在副本里当肉盾了 可是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看着自己手中的神话级装备 阿轩脑子里突然涌现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要不要提前装备一下试一试 毕竟下次再摸到神话级道具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可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注意 奥丁一师之眼被装备后 将成为使用者的专属道具 您确定要装备它吗 系统的声音立刻将阿轩拉回了现实 他慌忙点下取消按钮 开玩笑 自己这种废柴才没必要装备这种道具 现在的他只想过上灰金如土的生活 况且过了二十岁就无法提升等级 即使用了这件装备效果也不会太好 将装备偷偷藏好 阿轩若无其事地回到队伍 现在的他只需要隐藏好自己不被别人看出一样 等到结束这次副本任务 就立刻出手这件道具 就在阿轩美滋滋地畅想未来生活的时候 天花板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大量的毒物涌入房间 就在他诧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柄长剑突然贯穿了他的一个同伴 见此一幕 阿轩把腿就跑 此刻的他已经开始慌了 因为他所遇见的根本不是怪物所造成的 而是专门在地下城中暗杀猎人的副本刺客 男人慌了 前脚刚捡到神话级道具 后脚就在地下城里遇见了副本刺客 阿轩拼命地逃跑 但很快他就被一个黑影追上了 不等他做出反应 对方已射出一道闪电锁链 阿轩心头一惊赶忙闪避 锁链几乎是贴着身体划过的 就在阿轩转头的瞬间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阿轩愣住了 对方居然是自己的好兄弟郑宇明 他询问对方为什么要攻击副本里的猎人 郑宇明无奈地怂怂间 表示这都是他的委托任务 此时阿轩也彻底明白过来 郑宇明就是一名副本刺客 他们是一群利用副本密闭性完成屠杀任务的猎人 他本以为对方的目标是流星公会的那群人 谁料自己也在对方的刺杀名单里 阿轩猛了 自己一个地级的菜鸟 平时根本没有得罪过大人 母亲的死也是父亲所做的 看着一脸呆滞的阿轩 郑宇明激笑着走上前来 对方父亲杀妻灭子的行为虽然让他无法理解 但作为副本刺客 他要做的就是杀掉目标拿到赏金 对付阿轩 他已经失去了玩下去的耐心 可就在他痛下杀手的瞬间 一股强大的魔力从阿轩体内爆发 更让郑宇明惊讶的是 自己释放的闪电锁链 竟在对方一动不动的情况下瓦解了 阿轩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他在口中喃喃自语道 反正已经迈不出去了 我会尽量让你痛苦的死去 以装备奥丁一师之眼 效果发动 消耗一张空白卡片 以复制闪电锁链 阿轩眼神冷漠的看向郑宇明 数条闪电锁链出现在他身后 郑宇明愣着了 闪电锁链可是自己练习了两年半才学会的技能 平台一个D级舞斗戏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掌握了 他不信邪的朝着阿轩发动进攻 但奥丁一师之眼除了复制别人技能之外 还有一个绝对演算的主动技能 他可以分解并破坏魔法的构造 就这样郑宇明被阿轩干掉了 但阿轩也因为过度使用魔法导致体力和魔力耗尽 就在他躺下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再次从脑海中响起 新操作系统已下载完成 执行新操作系统后 使用者可穿越到最想回去的时间点 为了抓住这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阿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执行 伴随着系统声不断响起 原本的阿萨神系统被一个叫做诺恩斯系统替代 当阿轩再次睁开眼睛 他已经回到了11年前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穿越回来的他已站在了众神 中有一个可以复制他人技能的神器到底有多爽 为了能够拿到世界第一大奶妈的治疗技能 阿轩来到了柳星恩的演讲现场 莲花工会会长柳星恩是全球顶尖的治疗师 在这个猎袭者还不被大众所熟知的时代 他是最先站出来守护人类的觉醒者 可拥有未来记忆的阿轩很清楚 两个月后柳星恩就会在战斗中负伤进入病危状态 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他的治疗魔法 陷阱 待到演讲结束 阿轩独自一人离开了现场 经过一番找寻 终于发现了柳星恩的车辆 他自信满满的上前表示要见一面柳星恩 可随行的司机却以为阿轩是沉迷于猎袭者的狂热粉丝 三言两语便要将其打发离开 可阿轩根本不吃这一套 张口就说自己知道柳星恩得了不治治者 并且表示这个病自己能治 司机先是一惊 随后便愤怒地将阿轩提了起来 并且质问他是如何知道这个秘密的 但阿轩丝毫不惧对方 他可不信对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打自己 就在这时 车内的柳星恩突然落下了车窗 心裁哥 冷静点 还有你能对你刚才的那番话负责吗 阿轩一脸自信地表示同所无期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柳星恩将他请到了办公室 当得知阿轩是要复制自己的技能来治疗自己时 司机心裁顿时就要将他赶出去 原来柳星恩的献技技能属于专属技能 这是被称为比S级技能还要高出一个等级的技能 他只能通过血脉传承或者自己领悟获得 看出两人对自己不信任 阿轩再次坚定地表示自己可以 见阿轩如此坚决 柳星恩也不再计较 反正只是释放一次技能 也不会损失什么 看到如此轻松就让对方使出了献技技能 阿轩微微一笑 随后将手中卡片在桌子下释放 以消耗空白卡牌 学会了新技能献技 成功复制技能的阿轩立马对着两人展示了献技技能 在感受到熟悉的魔法气息时 柳星恩两人均是一脸震惊 阿轩单手一握 技能瞬间消散 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协商一下报仇 他虽是世界第一大奶妈 但治疗技能消耗的却是自己的阳兽 为了能够解除技能副作用 阿轩成功复制了对方的献技技能 这个技能不仅拥有治愈效果 还可以对亡灵生物进行攻击 更让阿轩惊喜的是 由于这个技能是空白卡牌复制的 副作用不会生效 为了能够尽快得到治疗 柳星恩让阿轩说出他的要求 阿轩也不含糊 表示希望对方能成为自己的资助人 除了金钱和人脉之外 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服务 听着阿轩的话 柳星恩也不由感叹 眼前这个小孩子还真是人小鸟大 随即他便表示 他可以答应他的要求 但是自己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加入莲花工会 毫无准备的阿轩 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搞个一脸猛逼 他询问对方为什么要拉拢 只是高中生的他 柳星恩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随后来到阿轩身前一屁股跨了上来 在我面前你居然一点都不紧张 知不知道 这样的小弟弟最有魅力 阿轩和二弟虽然都是昂首挺胸 但理智的高地并没有被金虫占领 他回想未来的记忆 当初柳星恩病危不久 莲花工会就土崩瓦解了 可就目前而言 他们仍就是世界第一的工会 加入他们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而且自己已经学会了陷阱 只要治好对方 未来工会解体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阿轩很想立刻答应下来 但奈何自己还是在校学生 学生和工会签订契约是违法行为 但柳星恩早有准备 他告诉阿轩 有一种说法叫做优先协商权 那是为实力超群的天才及新人 所制定的特殊规则 在校期间 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工会提供的援助 毕业后也会优先和工会签订合同 听着对方的解释 阿轩心中暗自窃喜 穿越前自己是一个连低等工会都嫌弃的废物 如今排名第一的工会 居然费尽心思地拉拢自己 不过这样绝无仅有的好机会 自己也没必要立刻答应对方 阿轩表示其他的事情先放一放 如今还是先做奶疗吧 来到对方身后 阿轩发动了献祭技能 此时一旁的心裁已经跟不上思路 用奶妈的技能给奶妈做奶疗 这个跟戏狗一样的小子到底行不行啊 可仅是片刻 他就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柳星恩的身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他不由地朝着阿轩鞠躬 为之前的无礼道歉 伴随着系统声响起 柳星恩的病被彻底治愈 而阿轩的应急治疗数等级也提升到了19级 得到治愈的柳星恩缓缓起身来到窗边 感受着窗外的阳光 他不禁流出了高兴的泪水 谢谢你 阿轩 但是把我治好后 你应该也会受到副作用吧 阿轩微微一笑 他自然不可能告诉对方卡牌的秘密 他只是淡淡表示 到时候让对方来帮自己治疗就好了 可谁料下一秒 柳星恩就栖身上前 对于你这样的小弟弟 我只有晚上有空 神装在手 欧派我有 用奶妈的技能给奶妈做奶奶 阿轩这波真的赚妈了 为了能够拉拢阿轩这个天才 柳星恩也是下了血本 搭上了自己不说 连工会资源也都是无偿分享给阿轩使用 阿轩也不含糊 在挑选了一部分刷副本所需的补给品和装备后 他来到了莲花工会的一级地下城入口 陪他一起的是柳星恩的司机心才 尽管他见识过阿轩的能力 但还是提醒他小心为妙 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新人居然想着单刷一级副本 这对他来说简直异想天开 但阿轩却不以为然 表示自己只是想单纯的生生级而已 剑券不动对方 心裁有些无奈 临走时他送给阿轩了一枚传送石 并表示遇到危险时捏碎他就能回到入口 这也算是为昨天的无理赔罪了 收拾好一切 阿轩独自踏入了副本传送门 可就在系统提示进入副本的一瞬间 一股紫黑色的气息突然从脚下弥漫开来 不等他做出反应 无数的黑手便将他拉入了深渊 受诺恩斯系统的影响 使用者被传送到指定区域 宁已到海母冥界的王者之遇 随着屁股传来一阵大力抽送的痛感 阿轩坠入了一片毫无生机的领域 看着周围陌生且恐怖的环境 阿轩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只是个一级的低等副本 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 可就在这时 远处的一只亡灵骸骨拉满了手中的弓箭 黑色的箭矢破空而出 直逼阿轩后停而去 在这关键时刻 阿轩猛然惊醒 他快速歪头闪避 但还是被箭矢划破了包皮 而且这道箭矢带有麻痹效果 看着对方再次抽出箭矢 阿轩不再束手待毙 当即发动献剂技技能恢复伤势 可就在他释放技能的瞬间 地面突然弹出了数条手臂 下一秒 树头亡灵战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与此同时 一个穿着嗨丝的女人 来到了柳星恩办公室 他将刚刚收集到的阿轩资料 交给了柳星恩 再看到阿轩的魔法评分 高达百分之九十七十 柳星恩也是惊讶地合不上嘴 对他来说 阿轩完全就是一个天才少年 随即他将电话拨给了 副本外的心裁 让他务必转告阿轩 等从副本出来后 一定要见他一面 若是资料上显示的都是真的 这个孩子一定不能错过 这奶了一口血 就引来五只骷髅怪的围攻 阿轩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低等的一级副本 居然变成了海姆明界 这可是北欧神话九大世界中 洛基的女儿赫尔所掌管的 王者世界 在他的记忆中 这个世界的副本 是仿照除了米德加尔德 和阿斯加尔德之外的 七个世界组成的 他们分别是浓雾和冰霜的世界 尼弗尔海姆 火焰的世界 穆斯贝尔海姆 巨人的世界 约顿海姆 精灵的世界 亚尔夫海姆 暗黑精灵的世界 斯瓦塔尔夫海姆 华纳神族的世界 华纳海姆 以及他现在所处于的副本 海姆明界 这是一个被称为 新人杀手的副本 这里的怪物可以死而复射 如果没有神圣之力 根本无法与其为敌 不过阿轩却一点不慌 之前他复制 柳星恩的献祭技能 在对亡灵生物使用时 可转换为攻击技能 光之审汗 但是阿轩并不想依靠 这种群攻技能 现在的他一点 魔法师的经验都没有 眼前的这群怪兽 不如拿来练手 想到这里 阿轩便释放出了闪电锁链 仅是一个照面 两只镰刀幽灵就被他灭掉 系统的提示声 让阿轩信心大增 他一个汉地拔 从杀向对面的海谷弓手 手中的法杖 也被他当成了曾经的长剑 可一棒子下去 法杖当场断成了两截 阿轩顿时无语 尽管那一下敲死了海谷弓手 但自己也因此失去了 唯一的武器 看着冲向自己的几头怪物 阿轩长叹一口气 当即决定空手 释放献祭技能 随着手指倾动 无数的光柱 自天空倾泻而下 伴随着系统的提示声出现 光柱精准制导 全部落在了亡灵生物身上 成功消灭尸鬼 成功消灭镰刀幽灵 您的等级提升一击 释放完技能 阿轩疲惫地摊坐在地上 恰好刚刚等级得到了提升 不然耗甘魔力的自己就危险了 通过这件事 阿轩也想明白一点 虽然自己拥有的卡牌 阿轩决定暂时离开副本 可就在这时 一股不寒而栗的气息 突然涌现出来 当要准备回头 强大的威压便席卷而来 阿轩只感觉自己的喉咙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锁住 顿时就瘫倒下去 在这关键时刻 阿轩毫不犹豫地 将手中的断棍插向大腿内侧 试图从疼痛中挣脱出来 可不等他恢复行动 一道巨大的影子 突然浮现在他的身后 副本爆撒暗夜魂影出现 使用者与目标等级差异过大 已达到危险水平 警告 请迅速离开副本 一秒还要打要杀 后一秒就要干要杀 阿轩做梦也没想到 穿越后第一次下副本 就遇到了冥界宝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绝望 空间瞬间就静止了 只见一条白皙修长的大腿 朝他缓缓走来 放眼看去 竟是掌管王者世界的主人 洛基的女儿赫尔 原来你就是被命运选招的反叛者 听着对面女人的话 阿轩一脸猛逼 可不等他想明白这些 女人一屁股就跨在了自己腿上 阿轩眉头一皱 眼睛死死盯在黑白双球之上 赫尔发出一声邪笑 我很喜欢你的眼神 但是你太弱了 说罢他便一把掐住了阿轩的脖子 眼神也在这一刻变得冰冷起来 如果你不能变强 我会泻灭了你 正当阿轩快要喘不上起来的时候 赫尔突然松开了双手 他笑盈盈地朝着阿轩说道 你对我们而言可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所以我会给你一次机会 等你变得足够强大 再来打败暗夜魂影吧 如果你做到了 我会给你一个十分特别的领路 说罢他话锋一转 眼神再次变得冰冷 不过留给你的时间可是不多了 滴滴 主线任务 赫尔的考验 您需要在两个月内打倒暗夜魂影 失败惩罚 死亡 阿轩一脸震惊地看着系统面板 不等他开口发问 黑色的触手再次将他拉扯 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回到了副本门口 身上的伤也全都恢复了 再次看到任务见面时 阿轩意识到刚才发生的并不是梦 回想起之前赫尔说自己是反叛者的事情 阿轩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穿越后系统 提示自己是阿萨神族的敌人 虽然不知道这些事 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有一点他能确定的是 自己必须要变强 否则那个女人一定会干掉自己 就在这时 阿轩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是心裁给自己发的消息 他表示自己的董事长柳星恩 想见自己一面 并询问自己合同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看到这里 阿轩咧嘴一笑 正想着如何变强呢 没想到亲自送上门来了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狮子大开口了 六显一经有补贴 B级装备随便用 这个小嘎嘎究竟有什么魅力 值得第一工会这样招揽 只要阿轩点头 莲花工会连他的苦茶都给爆了 可就这样的条件 阿轩仍旧不满足 他告诉柳星恩 想要自己加入对方的工会 除非答应一个要求 那就是和对方一对一 当然并不是要和对方练习排挤 而是要跟着柳星恩学习魔法操作技巧 身为莲花工会的董事长 柳星恩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S级劣习者 跟着对方学习 正好可以弥补自己魔法师的短板 柳星恩略微思考 随即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不过他也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试探一下阿轩的实力 这种公平的交易 阿轩自然没理由拒绝 随后柳星恩便随手召唤出了一个法力魔方 让阿轩试着攻破他 见此一幕 阿轩也是愣了一下 法力魔方一般是B级以上的 法力魔方 难道说对方只是想挫挫自己的锐气 这时柳星恩似乎看出了阿轩的疑虑 他表示即便对方失败了 他们也会和他签订合同 听到这里 阿轩再也没了顾虑 静止地朝着法力魔方走去 看到阿轩踏入魔方 心裁才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他认为董事长的考核过于严厉 阿轩只不过是一个没毕业的孩子 怎么可能打破法力魔方 然而柳星恩却对阿轩十分有信心 毕竟他能看上的男人可是不多 此时在法力魔方内部 阿轩在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后 便开始寻找离开的出入 法力魔方是由魔力汇聚而成的巨海 这里有无数的漩涡 而离开的方法就是在漩涡中找到出口 阿轩试着集中精力感受周围的魔力 突然他察觉到周围存在一丝一样 顺着感觉看去 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块发光的水晶 而这正是组成法力魔方的核心 在拿到水晶之后 阿轩毫不犹豫地将其捏碎 而就在这时 系统声突然响起 习得被动技能 运用法力的精髓 与此同时 魔方外的两人已震惊到无法开口 从阿轩进入魔方到魔方彻底被打碎 仅仅才过去十分钟的时间 要知道最快的记录可是三十六分钟 柳星恩赶忙上前询问对方是如何做到的 阿轩表示 自己只是捏爆了一个水晶而已 听到这里 柳星恩直接呆愣在原地 水晶蕴含法力魔方所有魔力的容器 普通的觉醒者根本找不到他 更不可能打碎他 但对方却轻易做到了 这就说明比起魔方中的法力 阿轩体内蕴藏的魔力更加强大 想到这里 柳星恩激动的郊区乱产 很好 从今天起 我将赌上莲花公会 还有我本人的名誉 一定会将你培养成最强的魔法师 这个男人究竟有什么魅力 全球第一大奶妈要和他一对一 就连笑花也要睡在他的床上 在和莲花公会谈完条件后 阿轩坐着柳星恩的劳斯莱斯回到了家中 没曾想金友晴和妈妈正在门外等他 在看到阿轩被豪车送回来后 妈妈感叹儿子懂事了 而一旁的金友晴却是醋意大发 以为阿轩给了 回到房间 金友晴气呼呼地坐在阿轩床上质问他都干了什么 而且最近他还听说阿轩将志愿改成了魔法系 他怀疑阿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阿轩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厌倦了武斗系 这让金友晴十分不解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阿轩吗 阿轩表示他不想聊这些事 并询问对方来自己家干什么 金友晴表示自己是来玩的 而且阿姨已经答应让他在这里睡觉了 说着他便趴在阿轩的床上耐着不动 看着对方在自己床上不停扭动 阿轩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你不走 那就教给我一些魔法理论怎么样 金友晴笑着表示可以 但前提是教他如何打牌 就这样两人在房间里嬉闹起来 门外的母亲听着房间内的啪啪声 感叹儿子好手段 画面一转 在一处密林之中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刚刚斩杀了一头巨猫 他面无表情 浑身散发着一股冰冷的气息 这是一个穿着重甲的小嘎嘎走上前来 真是太感谢您了 如果您能加入我们的工会 那我们一定会更加强大 您要考虑一下吗 说话间他已经走到了男人身后 男人冷冷地表示自己没有兴趣 可小嘎嘎似乎并不死心 他一把抓住男人的肩膀 表示他们星红工会一定会给他最好的待遇 听到这里 男人的眼神突然冷了下来 你还真是难缠啊 说话间一股恐怖的气息拔地而起 小嘎嘎呆愣在原地 他只看到男人手中有一枚发光的红色珠子 待他反应过来 眼前之人已消失不见 只留几根昆毛落在地上 看着眼前被击杀的巨毛 小嘎嘎突然愣住了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男人慌了 第一次和女神对恋居然要求测试敏感度 要知道柳星恩不仅是S级的至尊大奶妈 一手扭胯绝活行云流水 让无数男人三秒就丢亏卸甲 但是已至此 阿萱也没了退路 左脚前身 膝盖弯曲 肩膀放低 阿萱当即摆出了一套昆拳的起手姿势 来吧 搬住床头顶住墙 谁不用力干 硬邦邦的拳头朝着柳星恩洗去 但对方仅是轻轻一抓便拦住了阿萱 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股剧力猛地将他推开 好家伙 没想到一个治疗师也会大力抽送 不愧是S级的猎袭者 这时柳星恩也说出了阿萱的短板 一般来说 魔法系的猎人都会在远处削弱敌人后再投入战斗 而阿萱却只想着近战解决敌人 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他让阿萱用魔法攻击自己 可无论闪电锁链如何袭击 柳星恩都能轻松闪避 甚至他随意打出的神圣弓箭都能让对方无法闪避 就在柳星恩加大力度继续训练对方的时候 阿萱突然发动了绝对演算 此技能一出 柳星恩的神圣弓箭瞬间瓦解 这一幕的出现让他大为震惊 没想到这个小子还给自己留了惊喜 听着对方带有玩味的夸奖 阿萱咧嘴一笑 一道金色的闪电锁链瞬间从柳星恩脚下射出 虽然身体周围有魔法护盾 但刚刚的一击却让自己双手发麻 这不禁又高看了阿萱一眼 随着闪电锁链不停息来 一个让他无法理解的问题出现在脑海 对方是如何做到不失咒就使用魔法呢 经过一阵极头白脸的进攻 阿萱的魔力已经所剩无几 这也让他认识到自己和S级猎袭者的察觉 一场对练下来 柳星恩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给阿萱创造一套特有的战斗方式 而他也将会成为自己的第一个弟子 结束了一天的训练 阿萱回到家里继续接受校花的辅导 金友情的魔法评分高达92% 而且他还是学校公认的学霸 在他的深入浅出的理论指导下 阿萱的魔法理解程度不断提高 连魔法使用率也增加了5个百分点 不过最让金友情意外的是 别人需要一个月才能学会的魔法 阿萱只用了两天半就完成了 他表示如果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会被对方赶超 但阿萱此时心里更加着急 因为距离赫尔任务的结束时间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了 他可是为此赌上了性命啊 一个血气方当的小伙子 不想着和女神一对一提升自己的记忆 脑子里想的全都是科技与狠活 在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一种可以永久提升魔力的丹药 但前提是阿萱能够做得出来 在浪费了三次材料之后 他彻底绝望了 尽管他知道炼制丹药的配方 可却没有炼制成功的手法 而且这种事情又没法问别人 按照现在的时间线 对方只是米莱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反复思考了一阵 阿萱决定去见一见李宰祥 或许将配方交给对方后 事情就能有转机 在购买了地式的车票后 阿萱来到了米莱斯学院 在教室的走廊上 阿萱被一阵吵闹声吸引 在听到众人议论一个结巴时 阿萱顿时反应过来 他快速穿梭人群 果然 李宰祥就在这里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正在遭受霸凌 要知道李宰祥的父亲 是全球第一个S级猎袭者 被试人成为快捡 可他的小儿子居然在这里挨打 看到阿萱的出现 打人的小嘎嘎一脸戏血 你是小结巴的弟弟吗 我从没听他提起过家人 还以为他的家人都被魔兽宰了呢 如果不想挨打的话 我劝你还是 小嘎嘎的话没说完 就被阿萱一掌打断 他直接无视对方 笑盈盈地看着李宰祥说道 你的伤应该去医务室看一看 见阿萱无视自己 小嘎嘎顿时怒了 他抓住阿萱的衣领 就要给他一点教训 阿萱眼神冰冷 你他瞄得给你脸了是吧 术道魔法剑使被他凝聚出来 小嘎嘎顿时被打出了隔夜反 见此一幕 李宰祥一脸震惊 他居然没念咒语就发动了魔法 这个男人是谁 不仅是他 围观的小嘎嘎们也都是议论纷纷 学校里什么时候有这样一号人物了 那个大块头该不是须有其表吧 听到众人的议论 小嘎嘎顿赶脸上无光 他猛然抽出匕首刺向阿萱 见对方如此难缠 阿萱也失去了耐心 使用魔力护盾将匕首弹开 阿萱一把捏住了小嘎嘎的脸 该结束了吧 说罢数道魔法剑使刺向小嘎嘎 大块头被干成了猪头 这一幕直接把李宰祥给吓坏了 看着对方的怂样 阿萱没有说话 他现在不确定对方有没有接触炼金属 于是他拿出了一瓶治疗药水 故意当着对方的面 撒在了大块头脸上 哎呀 虽然不知道这个药是谁做的 但是的确效果不错 说话的同时 阿萱旁观扫向一旁的李宰祥 果然 对方在看到药水后 眼睛里出现了一丝狂热 见此一幕 阿萱彻底放下了心来 他看向浑身发抖的李宰祥诞声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医务室 奥年因为结巴经常在学校里遭受霸凌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的父亲是国内第一位S级觉醒者 而他也是未来的世界级练金属师 凭借穿越前的记忆 阿萱找到病救下了挨打的李宰祥 他将对方带到一个没人的楼道 表示想要对方帮自己制造一种药水 一听到制造药水 李宰祥顿时慌了 他立马表示自己并不会治药 见对方不说实话 阿萱也不含糊 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瓶药水 把这种药卖给黑市的人是你吧 看到这里 李宰祥顿时紧张起来 脸上的表情好像在告诉别人 药就是他卖的 这也难怪 毕竟对方只是个孩子 根本不擅长伪装 事实上 阿萱也是靠着穿越前的记忆 买下了这瓶药水 黑市是一个绝对安全的隐蔽交易系统 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 他们的信息都不会暴露 这也是为什么穿越前阿萱 曾想过将奥丁之眼 放在黑市上卖的原因 此时李宰祥还在为阿萱识破 他的事情纠结 当初他是因为缺钱 才在黑市上贩卖药水 若是这件事被他父亲知道 一定饶不了他 就在他为这件事紧张的时 阿萱淡淡开口表示 自己的时间很紧迫 他并不是拿这件事来威胁他 而是他需要一名 非常优秀的炼金术师来帮我治药 说着他将药水递给了李宰祥 听着对方的解释 尤其是那一句优秀的炼金术师 李宰祥彻底放下了戒心 随后他将阿萱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得知阿萱要做一种 可以永久提升魔力的丹药时 李宰祥顿时被惊住了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丹药 阿萱咧嘴一笑 他自然不会告诉他 这种药就是对方制造出来的 在短暂的震惊过后 李宰祥突然冷静地开始思考 随后他张口说出了 制造丹药的几种药材 听到这里的阿萱一脸震惊 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仅是知道了药物的效果 就能立马推测出大部分的材料 而且对方在谈论炼金术相关知识时 也变得不结巴 这个少年果然是炼金天才 虽然他将配方交给别的炼金术师 一样可以制造出丹药 但是李宰祥有着其他炼金术师 无法比拟的天赋 如果真的选择投资 那一定是李宰祥 想到这里 阿萱立马表示让对方帮自己制药 材料由他来出 而且失败了他也不会怪对方 见阿萱如此信任自己 李宰祥也是感动地流出了泪水 殊不知 从一开始 他就是阿萱想得到的人 他本是天才炼金术师 却因为胆小和懦弱的性格 成为了父亲口中的废物 可阿萱的出现却为他带来了一束光 从小到大 李宰祥这是第一次被人信任 所以不管多么艰难 他都要为阿萱制造出提升魔力的丹药 与此同时 距离赫尔任务结束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在这期间 阿萱几乎每天都要和柳星恩一对依次 在高强度的训练下 柳星恩的欧派都练小了一拳 在这期间 阿萱的进步也是十分明显 不仅对技能的操控收放自如 就连进攻都大开大合 甚至用起力来 连柳星恩的防护盾都能撬开一条小洞 这样柳星恩不有感叹 自己真是收了一个好徒弟 就在两人准备加大火力继续对练的时候 心裁叫停了他们 开玩笑 再继续任由两人干下去 房子都能被干他 柳星恩笑着询问阿萱是不是在学习魔法理论 阿萱表示有朋友在帮他补习 这让作为老师的柳星恩彻底放下心来 身为莲花工会的会者 他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兼顾理论教训 现在看来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得知阿萱要再次进入一级副本时 柳星恩笑着让阿萱放轻松 以他现在的状态 完全可以碾压一级地下城 阿萱苦笑一声 他自然不会告诉对方 别人的一级副本对他来说就是新手噩梦村 暗夜魂影是C级的boss 曾经的他只是个D级猎袭者 根本无法独自解决他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他有绝对的信心打败对方 在进入副本前一天 阿萱找到了李宰祥 在长达接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李宰祥终于制造出了阿萱所需要的丹药 二话没说阿萱当场就吞下了丹药 魔力值提升15点 听到系统的提示 一般的炼金术师制造这种丹药甚至连五点魔力都增加不上 可这一次足足有15点 当初的选择果然没错 随后他让李宰祥抓紧时间休息 而自己也该为第二天的决战做准备了 与此同时 在海姆明界 赫尔卢这胯下的宠物喃喃自语道 珈姆 我有预感 好像有贵客临门呢 剑西女武神的戒指 剑西女武神的项链 剑西女武神的耳环 三件C级装备组成套装获得被动技能魔力剥夺 为了挑战接下里的副本 阿萱把自己打扮成了娘炮 不过这都是为了提升属性 并不寒碜 在和星才打过招呼后 阿萱踏入了传送门中 和上次的感觉一样 副本在他进入一瞬间发生了转变 感受着周围充满死气的魔力 阿萱内心盈盈有些期待 只要打败暗夜魂影 他就能再次见到赫尔 到时候不论是反叛者还是诺恩斯系统 他都要问得明白 就在这时 一发冷剑快速朝他起来 和上次一样 射箭的依旧是海骨攻守 但此刻的阿萱早已不是之前的少年 柳星恩曾说过 要教给他一种特别的战斗方式 而这种方式就是将武斗与魔法结合 在魔法系被称为战法师 而在武斗系则被称为魔剑师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至今为止世界上 还没有一个人修炼这套体系 随着怪物被消灭的提示声响起 阿萱靠着魔法与武斗的 融合轻松清理的亡灵小怪 与此同时在副本门口 星才正刷着抖音等着阿萱出来 突然一股陌生的气息从他背后传来 一脸紧觉得他立马将匕首召唤了出来 这是一辆跑车缓缓驶来 星才哥 原来你在这里啊 女人名叫炎珠 和星才也算是老相识了 不过虽然对方是自己的熟人 但并不属于同一阵营 星才将匕首收了起来 他知道对方是来打探消息的 果不其然 只是寒暄了几句 炎珠就问起柳星恩病重的消息 星才让他不要相信小道消息 但炎珠却暗示对方 莲华工会有他们的人 听到这里 星才顿感不爽 看来自己回去的整顿一下了 就在这时 炎珠突然拿出了阿萱的照片 询问对方这个少年 为什么最近总和柳星恩在一起 星才眼神一冷 他让炎珠不要多管闲事 炎珠长舒一口气 随即朝着车辆走去 放心吧星才哥 我知道你嘴巴言 人死板 我来这里不过是收了工会的钱 必须装装样子而已 既然任务完成 我就先走一步 炎珠的话让心才有些尴尬 不过这件事还是要立刻告诉董事长 另一边 星理完亡灵小怪的阿萱 正静静地等待boss出现 伴随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暗夜魂影登场 只不过这次的阿萱一点感受不到恐惧 好久不见 这次的我可与上次不同了 准备好迎接你的死亡了吗 今经任人宰割 如今高高在上 再次面对暗夜魂影 阿萱眼睛里充满了狂热 接近两个月的训练 今天终于能够得到检验了 暗夜魂影率先沉不住气发起了进攻 但这一次 他的每道攻击都能被阿萱清晰地看透 在轻松闪过boss的一番攻势后 阿萱缓缓缓抬起了手指 该轮到我了吧 闪电锁链 发动 金色光芒在他后背浮现 锁链如同灵活的昆巴不停地抽送在boss身上 不仅如此 阿萱还用锁链捆住了对方 他知道闪电锁链的威力还不够 于是他再次释放出神圣弓箭 两道魔法一同进攻 暗夜魂影脸上的窟窿瞪得鬼人 哭吃一声 眼睛被灼瞎了一片 只留四个窟窿还在发光 这一击也彻底把他给激怒了 他浑身颤抖 气势也在不停攀升 注意 暗夜魂也进入狂暴阶段 伴随着系统的提示声 boss挣脱了锁链的束缚 同时身体也如同膨胀的海绵体逐渐变大 而就在这时 一股阴森的威严突然从阿萱身后冒出 还不带他反应过来 系统再次发出提示 对使用者降下死亡烙印 若十分钟内无法解除烙印 使用者将直接死亡 解除条件 消灭暗夜魂影 阿萱暗骂一声 这他喵的玩音的是吧 他当即发动绝对演算 可就算演算成功 烙印就会再次生成 这他喵的该不是遇见bug了 突然阿萱脑子里想起了那个女人 没错 一定是赫尔搞的鬼 可不管他如何叫骂 对方都没有反应 而且距离死亡的时间正在缓缓减少 看来解决的办法只有干掉眼前的bug 阿萱没有犹豫 快速杀向对方 可这一次 暗夜魂影镜朝着远处逃了出去 看着对方一脸得死的样子 阿萱反应过来 原来他是想拖延时间 看来自己只能用范围性伤害技能困住对方 可是一旦使用光之审判 对方一定会提前防御 这样自己的魔力只能是白白浪费 思索片刻 阿萱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对方的眼睛已经瞎了一部分 只要将剩余的打掉 他将无处可逃 想到这里 阿萱先是给自己加了一个锋利柱推提声敏捷 随后他便将手伸向天空 果然 在看到阿萱的动作时 Boss立马开始后撤 然而这并不是阿萱的陷技技能 而是光波炸裂 耀眼的金光让人睁不开眼睛 而在这道金色光芒之中 阿萱将闪电锁链夹杂了进去 伴随着一声惨叫 Boss最后几个眼睛也被弄下了 一脚踏在暗夜魂影头上 阿萱发出一声冷笑 早就告诉过你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这下好了吧 准备迎接我的光之审判吗 暗夜魂影已积极 死亡烙印已解除 经验值提高3000点 获得材料道具暗夜魂影的内核 获得装备道具暗影铠甲 系统的提示声宛如天籁之音 传入了阿萱的脑海 可不等他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 一便再次凸起 眼前的一切如同玻璃碎片一般瞬间瓦解 重新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神殿 这里难道就是赫尔的神殿 带着疑惑 阿萱踏入了神殿之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头巨大的恶犬 而赫尔此时就坐在恶犬背上 祝贺你 被命运选招的反叛者 你完美地通过了我的考验 为什么把诺恩斯系统给我 还要给我各种考验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赫尔笑盈盈地看着阿萱 这都是为了让你成为一名反叛者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选中我 因为从一开始你就是带着这种命运出生的 好家伙 听君一息话好似装周带进化 阿萱被搞得有些恼火 可不等他发梦 赫然就栖身上前按住了他的嘴巴 你不必委屈 你存在的意义就是铲除至高神奥丁 把你牵扯进来的理由你无法理解 但是有一点你需要记住 这不仅是我们阿萨神反抗者的事情 更关乎着你们人类的结局 奥丁想要霸占这个世界 为了阻止这一切 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说话间 阿萱已经被推入了深渊之中 尽管他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但一切为时已晚 等他再次睁眼 他已出现在了副本门口 他喵的 费劲巴拉的打败BUFF 老子的疑问一个都没解决 就在他为这件事懊恼的时候 系统声突然响起 收到来自赫尔的礼物 习得被动技能赫尔的庇佑 效果 所有异常状态对使用者均无效 好家伙 这波又强行开挂了 另一边 阿萱刚刚离开 赫尔的脸就阴沉下来 人都已经走了 你还要继续袖手旁观吗 我可不记得邀请过你 这是一道亮光出现在神殿之中 请原谅我这个老年人的无理之举 不过亲自和反叛者见面的感觉怎么样 听到对方的话 赫尔微微一笑 作为反叛者 这个孩子的成长的确超出了我的意料 见到他我很开心 但是 米米尔 你应该还有话对我说吧 反叛者的因果法则分明被扭曲了 你以为他站在我面前 我会察觉不到吗 看来你那智慧巨人的名号已成为过去时了 听到这里 米米尔也是心头一颤 果然什么都骗不过你 你先冷静一下 可话没说完 赫尔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 反叛者的左眼明明是奥丁献给智慧之权的 你和洛基到底在搞什么鬼 花费三亿天地银行购买一柄魔法短刃 而这只是女人购物清单上的冰山一角 女人名叫夏娜 是柳星恩的贴身秘书 根据董事长的指示 在阿萱开学前 他负责给他购买一些礼物 虽然米莱斯学院也会给新生提供一些物资 但品质肯定不如在外面购买的好 只是让阿萱没想到的 对方出手竟如此阔绰 大工会的档次就是不一样 买完了短刃 夏娜准备带阿萱购买铠甲 听到这里 阿萱立马表示不用买了 在击杀了暗影魂影后 他曾爆出过一件B级装备 而且还是附带隐身技能的 这种装备绝对可以碾压商场里的一切 隐约间听到阿萱说隐身两个字 夏娜还以为他是想购买隐身卡牌 并表示这种东西很稀有 在这里购买不到 阿萱白手表示刚才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 让对方不必放在心上 而且隐身卡牌这个东西 副本中基本是用不上的 听着阿萱的话 夏娜也表示认同 而且现在全国拥有隐身技能的猎习者 只有他哥哥一个人 阿萱愣住了 你哥哥是谁 我哥哥是星财 你不知道吗 闻听此言 阿萱差点烧坏了CPU 那个不修蝙蝠的男人居然是他的哥哥 两个人的气场完全不同啊 该不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妹吧 就在两人准备继续前往下一站的时候 阿萱的周围突然泛起了绿色的光亮 和使用者产生共鸣 阿萱一个亮枪差点倒下去 待到他稳住身形后发现 这些光亮和宝藏之门时是一样的 他赶忙和夏娜打了声招呼便追了出去 很快他便找到了光亮的源头 一块发光的金色石头 滴滴 被动技能绝对神之眼的附属技能开放 席德主动技能看破 效果 鉴定未知道具 无视隐身和幻影位技能 看着眼前的石头 阿萱顿时呆愣在原地 石头内竟然是成长型装备解技生 该道具可和使用者共同成长 并拥有无穷无尽的魔力 装备时可惜得技能魔力感知 将魔力感知提升到极限 能感知魔力的波动 魔法感应度大幅提升 看到这里 阿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这时夏娜也追了过来 你怎么跑到未知商品店了 你手上的石头是刚买的吗 听到这里 阿萱也明白鬼 对于没有系统的人来说 他手里的东西就是一块黑漆漆的破石头 将东西放入背包 阿萱随口表示没什么 可就在这时 商场的警报突然响起 由于附近出现副本裂缝 请顾客朋友们有序撤离 实力不够 神器来凑 在继唯一神话级奥丁一师之眼之后 阿萱再次获得新的神装 解技声 可还不等他将装备误热 商场里就爆发了副本裂缝 这对阿萱来说简直 太空了 现在的他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来释放内心被压制的喜悦 快开商场的玻璃窗 阿萱从28楼一跃而下 地上的胳膊林此时已经看傻了眼 可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阿萱就展开了无差别的攻击 借助大楼反复横跳 凡是膀胱能扫到的地方 没有一只戈布林能逃走 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白发少年 一脚踩死面前的戈布林 阿萱也是愣了一下 居然是不幸的天才 安浩言 没错 这个白发少年的确挺不幸的 从小就在父亲的高压下活着 尽管他很优秀 但却没和真正的怪物对战过 这次他本想借着戈布林突袭 向父亲证明自己 可没想到 他还是把自己高看了 在看到满大街的戈布林时 他顿时就慌了 浑身上下除了嘴硬 其他的都是软的 就在他即将成为一个笑话的时候 阿萱从天而降就吓了他 再听到阿萱叫出自己的名字 安浩言也是愣了一下 但阿萱没有向他解释 而是让他打起精神配合自己战斗 虽然只是轻飘飘的一句话 但却给安浩言带来了无尽的安全感 看着满大街的戈布林 阿萱让对方使用挑衅技能 尽量地将所有怪物引诱过来 稳定情绪的安浩言也不再犹豫 当即召唤出武器走在了最前面 虽然他不知道阿萱是干什么的 但对方就是能带给自己自信 握住剑柄猛然将其插在地上 一个巨大的虚影浮现在他的身后 在这股强大气息之下 周围的怪物全都被吸引 不仅如此 怪物的伤害还减少了30% 看到这里的阿萱也不由感叹 挑衅的呐喊可是比一般的挑衅技能更加高级 他居然可以连续使用 不愧是称为天才的猎袭者 对于安浩言的过往 阿萱其实并不了解 在穿越前 他只知道对方是B级猎袭者 但不知道是因为意志力薄弱 还是其他的原因 他在与别人对战时 总是很快就败下阵来 这也是为什么 他被称为不信天才的原因 不过这对阿萱来说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将他软弱的性格改过来就可以了 他相信 到时候安浩言肯定是一张 可以利用的底牌 拉怪引怪收割 两个男孩只是第一次配合 就能做到无缝衔接 这也不怪他俩活好 哥布林这种魔物生来 就是被新手虐的 没一会功夫 一整条马路上的哥布林 就被打得只剩下汤水 这也很快引来了官方的人 对方声称自己是 猎袭者管理局的惊疤 专门来负责这次副本小凤的事情 只是没想到 怪物竟被养的男孩给搞定了 这他喵得和狗嘴夺达便有什么区别 但很快男人就释怀了 因为他认出了安浩言 尽管他的真实战力不高 但架不住人家有个有钱的老爹 在他爹的暗箱操作下 安浩言就是众人眼中的天才少年 可就在男人准备 向上级汇报这件事的时候 阿萱发话了 他希望对方能把这件事的功劳拦下来 不要暴露出是他们两个解决的魔兽 男人摸着下巴略微思考 虽然这么做不符合规定 但也不是不行 于是他决定给两人一些赏金作为补偿 但阿萱却表示 自己的那份直接给安浩言就行 他只需要对方为他的出现保密 如此大方的行为 把两人都给惊了一下 但实际上 阿萱的谦让里面可都是人情事故 他就是要通过这件事 让安浩言欠他一个人情 果然 在听到阿萱这样说 安浩言感动得快要哭了 母亲的手术的确需要很多钱 但自己那个有钱的老爸是一毛不拔 所以他只能接受阿萱这份人情 很快 你来私学院开学的日子就到了 在入学典礼上 除了国民天才安浩言以外 还有一个全场颜值最高的女生 得到了新生了的关注 她就是徐瑞娜 见到此人 阿萱也是有些惊讶 这可是日后登上练习榜榜首的人物 如果能将对方拉入自己的阵营 自己就会多一张底牌 但很快阿萱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徐瑞娜这个女人和别人不同 操得太极容易劈差 况且她现在手里已经有柳星恩 安浩言和李宰祥三张牌了 就在阿萱还在暗自盘算的时候 一个男人走到了讲台上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理事长邱子仁 现在米莱斯学校的入学仪式正式开始了 相信各位已经都知道了 学院为大家准备了特别活动 届时你们会和在校生进入亚空间 展开四名牌游戏 这是不是 说吧 一道魔法阵从众人脚下浮现 突如其来的亮光 让所有人都是心头一惊 就在法阵启动的瞬间 阿萱立马抓住了金友情 待到睁开眼睛 他们已进入了一片森林之中 阿萱暗叹一口气 幸亏刚才及时抓住了金友情 不然传送过来 两人不可能会在一起 然而就在这时 阿萱的膀胱突然扫到一抹亮眼 回头看去 竟是他一直心心念的徐瑞娜 感性 米莱斯学院测试新生的方法 竟然是让他们与在校生撕名牌 新生狩猎场地 是亚空间魔法制造出来的虚拟事件 在这里每年会有5%的学生淘汰 如此残酷的活动 就是为了让学生们感受到自己的极限 在这里 不管是新生还是老生 都只能使用C级以下的技能 这也就说明 阿萱的闪电锁链在这里是无法使用的 当然 自身的专属技能是没有限制的 当老生撕掉新生的名牌时 他们会获得1万积分点 但如果是新生摘掉了老生的名牌 他们会获得10万积分 这些积分将会在日常生活中用到 阿萱并不想一上来就引人瞩目 他打算带着金友情在这里苟上三天 亚空间有给学生准备好的各种装置 除了陷阱和恢复道具 还有避难所和生存所需的事物 所以 阿萱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隐蔽的大本 可是金友情却并不想这么离开 他想带着徐瑞娜一起 毕竟这个游戏对他们新生十分不友好 抱团取暖或许才能活到最后 金友情的想法很好 但阿萱却并不想这么做 虽然徐瑞娜的实力不低 但对方却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 在穿越前 他曾在电视新闻上了解过对方 好几起让人陷入陷阱的事件 都是因为徐瑞娜过于愤怒失去理智导致的 他询问金友情如何能保证对方不会背叛自己 金友情表示 对方带给他的感觉就和阿萱小时候一样 他相信自己的眼光肯定没错 说罢不等阿萱劝阻 他已经快速跑到了徐瑞娜身前 在他的热情邀请下 徐瑞娜冰冷的面庞有了一丝变化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进风 哎呀 没想到这么快就遇见三名新生 看来今天的积分很容易就能到手了 来人是学校的老生沈俊祥和全苏绿 看到现场有三人 全苏帅一脸警惕 刚才他明明感知到这里只有两人 可这里却多了一个阿萱 这让他不禁怀疑对方是一个高手 此时金友情也是一脸慌张 他看出对方是五斗系的在校舍 询问阿萱要不要逃走 阿萱摇头表示没用 全苏绿的固有技能是探索 只要被他设定为目标 三百公里以内都能被他追踪到 如果不能现场解决掉他们 搞不好他们会联合其他的在校舍对付自己 此时沈俊祥已经安耐不住 尽管全苏帅在一旁提醒 但他根本没将阿萱三人放在眼里 他快速冲向阿萱 本以为一剑就能将其解决 但阿萱只是略微低头就闪躲过去 呵呵 好久没有人朝我挥剑了 一击位中还遭受嘲讽 沈俊祥顿时忍不住 他不停地挥舞长剑朝着阿萱砍去 但每一次都被对方轻松躲开 就在他诧异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阿萱猛地抓住了他的武器 你这么纯笨的家伙 是如何活到现在的 话音当落 阿萱的手上就加大了力度 硬邦邦的长剑瞬间被捏成了碎片 交出名牌 我就放你一马 老子只给你三秒的时间考虑 新生开学典礼能有多离谱 开学第一天就让新生与老生打一架 就在所有老师们都认为 这是在校老师们的狩猎狂欢时 阿萱已经完成了他的首杀 在收到有人被淘汰的提示时 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系统出现了错误 唯有学校里是邱子仁一脸兴奋 看来这小子隐藏了实力啊 此时在狩猎场上 阿萱让金友情接受组队邀请 接下来他要解决另一个 全苏帅一脸警惕 眼前的男人带给他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 短暂地思考过后 他快速闪现到金友情面前 打算利用偷袭制造混乱 然后逃离现场 阿萱便无表情地用膀胱扫了对方一眼 开玩笑 真以为金友情是卵狮子吗 要知道 在穿越前 他可是学院排名前三的精英练习者 全苏绿的偷袭不仅被对方闪躲了过去 金友情还趁机对着他的后背发动了束缚魔法 全苏帅暗骂一声 手中的匕首全部丢了出去 但下一秒 一道魔法屏障出现在金友情身前 我的人 岂是你能动的 就在阿萱准备出手解决对方的时候 徐瑞纳突然开始吟唱魔法 抬头看去 竖道长剑悬浮在他头头 阿萱一眼认出这是对方的固有技能亚尔夫海姆之间 魔法光剑瞬间贯穿全苏绿的身体 带着惊讶和不甘 他也被传送了出去 经历了这场战斗 三人组成了战斗 而接下来也该到了狩猎时刻 在避难所门口 一群老生正在守住带头 新生狩猎是一场持续三天的游戏 他们不相信会有人在避难所里待上三天 毕竟他们需要出来寻找食物和水 就在众人死死盯着避难所出口的时候 金友情悄悄躲在了树后 一记法术精准地贯穿一名小嘎嘎的胸口 金友情立马转身就跑 他此行的目的可不仅是为了偷袭 而是要吸引住这群人 在看到金友情的背景时 立马有人追了上去 金友情一边逃跑 一边朝着身后的众人发出嘲讽 一群废物来抓老娘啊 这番话顿时激怒了在场的老生 所有人全都是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很快金友情便跑到了和阿萱约定的地底 这里长满了发光的蘑菇 就在他快要被众人抓住的时候 阿萱为发家持了锋利助推 而此时 老生的系统面板同时出现了一个提示 已进入麻痹包子蘑菇群地 一群练习了两年半的老生 竟被刚入学的三个新生耍得团团转 在收到进入麻痹包子蘑菇群的信息后 老生队伍立马就分成了两派 一群人认为前方情况不明 他们应该继续回到避难所 而另一群人则表示他们已经追了这么久 这样回去太憋屈 经过短暂的一番讨论 叫做震贺的学生让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待命 而他则带领一只小队前去抓捕金友情 很快他们便穿过密林 来到了一处长满金色蘑菇的草地 看到来人 金友情笑盈盈地发出嘲讽 本就窝火的几人顿时怒 带头的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 势必要将对方先轮后杀 然而就在他们靠近金友情的时候 他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随后一法杖敲击在了金色蘑菇上 麻痹包子蘑菇即将爆炸 周围50米内的生物将陷入麻痹状态两小时 爆炸的光量冲阔天际 看到这里的阿萱诞生说道 该我们出场了 没错 让金友情成为幼儿本就是阿萱的计划 用麻痹包子困住老生 然后再使用替换技能将阿萱的位置和他兑换 至于麻痹包子带来的副作用 他早在进入学校之前就从李宰祥那里拿到了解 就这样 在老生们中毒的瞬间 金友情和阿萱完成了位置兑换 小嘎嘎被一脚踹翻 尽管身体麻痹了 但嘴巴仍旧很硬 他叫嚣着让阿萱等着 外面全是他的兄弟 听着对方的无能咆哮 阿萱感觉自己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真是不好意思 你的小兄弟们可能就不了你了 此时在包子帝外围 徐瑞娜正在嘎嘎乱杀 看到同伴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消息 小嘎嘎气得咬牙切齿 你也别嚣张 这里全是毒 你也动不了 两个小时候 看我怎么杀你 呵呵 谁告诉你我动不了的 看到行动自如的阿萱 小嘎嘎彻底愣住 没错 拥有赫尔庇护技能的阿萱 怎么可能会中毒 而这群无法行动的小嘎嘎 也注定会成为他脚下的积分 打动一个冷艳女人的方法有70种 第一种便是变强 而剩下的69种便是69 在干掉一群老生之后 徐瑞娜看阿萱的眼神都变了 在进入避难所后 徐瑞娜不再像之前那样冷冰冰 而是主动和阿萱搭起话 不过此时的阿萱正忙着 制作恢复体力的药水 见对方一次都没成功 徐瑞娜弱弱地表示 其实他会做饭 不如让他试试 说罢他便挽起头发开始了烹饪 很快 一大锅香喷喷的饭菜就做好了 一口下去 这味道简直 看着阿萱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 徐瑞娜的脸颊不由飞红起来 就在三人美滋滋地补充体力的时候 观察室的几名导师却是一脸愁荣 本以为这次狩猎行动 还在前几的是武斗系的学生 却没想到被三个魔法系的新生给大榜了 甚至他们开始怀疑是系统出了错误 邱子仁一脸兴奋地盯着大屏幕 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阿萱团灭老生的视频 出手果断 判断力惊人 甚至还拥有击败武斗系的实力 这个少年完全不像是魔法系的学生 甚至说根本不像是一个新生 他让手下赶紧将对方的资料拿来 可手下却支支吾吾起来 他不清楚这份资料是否有可信度 因为上面显示阿萱的魔法评分是97% 看到这里 邱子仁也被惊得捂住了嘴巴 随后在手下震惊的目光中 他竟狂笑起来 太好了 我想要亲自确认一下这个叫做阿萱的学生 到底是个怎样优秀的人才 听到李市长的话 手下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您是要亲自介入这场考验吗 邱子仁嘿嘿一笑 随后大屏幕上出现了安浩岩的画面 让我们来设计一场有趣的游戏吧 与此同时 阿萱三人离开了避难所开始继续狩猎老生 阿萱告诉他 现在这片森林已经没有老生赶回来了 想要获得更多的积分 他们必须动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危机油然而生 砖头看去 不远处出现了一抹亮光 阿萱顿感不妙 让众人做好战斗准备 话音刚落 一道剑气猛然袭来 巨大的力道让地面都出现了深深的沟壳 阿萱眉头紧锁 这种威力已经完全超过了C级的限制 而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亚空间连接状态不稳定 对参与者的限制暂时解除 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安浩炎 你究竟在干什么 曾经的小谜弟 如今却拔刀相向 安浩炎的出现让阿萱眉头紧皱 可很快他便发现了一样 对方像是一具被操控了的尸体一般 阿萱脑袋微微一炸 回想起穿越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你来思学院的校庆日 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红色烙印 而事件的罪魁祸首 便是邱子仁的固有技能 洗脑 邱子仁因为自己贪污腐败的事情暴露 在学校制造出可怕的事故并借此逃走 而金友情就是在那场事故中丧生的 阿萱知道 现在最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安浩炎恢复意识 就在他思考如何去做的时候 系统突然弹出消息 实现任务 拯救中了洗脑魔法的学生 奖励空白卡片 看到这里 阿萱先是愣了一下 旋即便笑了起来 空白卡片 来得可真是时候啊 看到阿萱独自朝着对方走去 金友情大喊他们马上就会准备好 但阿萱却淡淡表示 这场战斗只需要他一人就好 并让他们赶快离开这里 金友情愣住了 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武斗系的天才吗 呵呵 你觉得我做不到吗 阿萱自信的样子让徐瑞娜看得有些吃饿 可不等他继续欣赏下去 金友情拉住他便朝着反方向跑去 此时安浩炎也进入了战斗准备 原本以为收到邱子仁理事长的视频连线是别的事情 可不料中了对方的精神污染 此刻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干掉阿萱 剑气寒芒不断地从手中挥出 而阿萱双手插兜 性停由不得躲闪着 现在的安浩炎和几天前遇见是完全判如两人 在施展了一级技能5之级以后 安浩炎的身体素质已超过了阿萱 阿萱发动锋利助推 一个闪现已来到对方身后 雷电锁链在手中凝聚 他要先困住对方才能将他唤醒 可就在这时 安浩炎突然意识到身后的危机 快速后撤与其拉开距离 看到对方如此迅速做出反应 阿萱也是感到一丝惊讶 没想到他的眼睛在追踪到自己的动作之前就有所反应 不愧是众人眼中的天才少年 其实想要帮助对方解开洗脑 只要用绝对演算就可以 但问题是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不用想也知道 那个人一定正在猥琐地笑着 等着看自己和武斗戏最优秀的安浩炎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想到这里的阿萱突然笑了起来 草草了是未免太过可惜 既然想看那就看吧 不过看热闹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那战士到底谁占上风 屏幕前的导师做梦都没想到 一个魔法系的学生居然能像武斗戏一样近距离战斗 而且还占据上风 在这个法师不如狗的年代 阿萱的行为就跟坤坤加入了NBA一样让人惊叹 一番交战下来 安浩炎已是伤痕累累 就在这时 阿萱突然回头笑了起来 下一秒 他便发动了主动技能闪光弹 刺眼的光芒让大屏幕变得一片血 监控室里的导师们全都一脸震惊 邱子仁气急败坏地夺过助理的遥控器 他的脸已憋成了猪肝色 阿萱的行为无疑是在将他当喉手 可不管他怎么按 屏幕仍旧是白花花的一片 愤怒的他一把捏碎了手中的遥控器 冷静下来 邱子仁叫来了手下 表示活动结束后 他要亲自见一见阿萱这个新生 手下有些不解 这么快就决定难道不会有什么问题 压抑着心头的怒骨 邱子仁冷声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他在冥冥营的前提下 还要使用魔法切断画面吗 因为他知道提升自己价值的方法 另一边 发动了闪光技能的阿萱缓缓走到安浩岩身前 他轻抚对方头颅 发动绝对眼算 伴随着光芒闪烁 安浩岩的意识逐渐恢复了过来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但下一秒他便抽搐地倒了下去 嘿嘿 不好意思 刚才你突然袭击我 我总不能站着挨打呀 听到阿萱的话 安浩岩也愣住 中了控制系魔法 他是没有记忆的 阿萱将这件事大致和他说了一点 但安浩岩并不记得是谁对他施掌精神控制 阿萱也没有解释 只是说对方一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 看着一脸疑惑的安浩岩 阿萱在心里暗想 等你经历了米莱斯学院的各种事情后 你就会知道邱子仁是个怎样的人了 解决了这次事件 阿萱拿到了系统奖励的空白卡 就在他和安浩岩告别 准备前去寻找金友琴的时候 对方突然将自己的名牌撕下来丢给了自己 阿萱一脸诧异 你这是干什么 没关系 我输了 这个应当闺女 但下一次可不一定 你来司学院结识 我一定会战胜你把名牌拿回来 看着安浩岩消失的身影 阿萱握紧了手中的名牌 好 我等你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向全校证明 法师的时代来了 三天狂赚2480万 哪怕是资本家来了也得流着泪走 历时72小时的新生狩猎行动结束 阿萱以153万积分的成绩 打破了建校以来的记录 加上额外的积分奖励 他们每个人都能兑换2000多万的陷阱 在得知这个消息时 金友情和徐瑞娜激动的在大厅里大叫起来 完全不顾及在场老生的面子 这让阿萱恨不得钻进两人小凤里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黑脸的壮汉突然走过来 你们好 我是教官金时机 我有话对你们三位说 这里人多眼子啊 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 随后三人便来到了理事长办公室 可一进办公室 阿萱的态度就180度的大转弯 不仅态度傲慢 还各种挑刺 这让金友情两人都有些不认识他 好不容易等到理事长到来 阿萱仍旧是阴阳怪气 嫌对方摆架子 来得晚 这把一旁的教官都给看待了 但邱子仍只是略微皱眉便忍得下去 他告诉三人 今天叫他们过来是要给他们送福利的 在建设了他们的实力后 学校决定给他们开通三项福利 第一 他们可以免费使用宿舍楼里的套件 第二 学校里所以需要预约的设施 他们都可以优先使用 第三 在学习过程中 如果遇到考试不满意的时候 可以有一次重新补考的机会 说完他接过手下的合同准备拿给三人 但合同还没递过来 阿萱便一口回绝了对方 你的这些福利听起来不错 但凭我们的本事一个月内也能得到 阿萱那番做死的话 让邱子仍的脸当场拉了下来 可这还没完 他一把拽过对方手中的合同 随意翻开了几页又开始挑刺 签订五年合同 还要把我们列席活动中的收益30%交给学校 你这是给我们送福利还是空手套白狼呢 邱子仍一脸阴沉 他表示这份协议不是强制的 签不签自己决定 但很快三人就统一做出了决定 不签 邱子仍彻底忍不住了 一股威压从他身上升起 他打算使用精神控制让阿萱乖乖就范 可精神控制刚刚潜入阿萱脑海 就被他的被动技能赫尔的庇佑给解除了 不仅如此 阿萱还拿出了自己的空白卡牌 嘿嘿 激将法果然有效果 习得主动技能洗脑 效果在对方比自己弱势 使用者可以随心所欲控制对方 在双方同意后 可地结从属关系 没错 从一开始阿萱就是为了拿到对方技能而来的 而邱子仍做梦也想不到 他眼中的猎物才是真正的猎人 仅凭一张臭嘴就能偷走对方的技能 邱子仍做梦也想不到 对方问候自己的老母亲就是刺激自己使用技能 身为校长监理事长的他 不仅当着手下的面疯狂打脸 就连智商也被无情碾压 这下好了 阿萱的臭嘴成功激活了邱子仍的杀人血口 既然杨的完不过 那咱就完阴的 第二天他就给阿萱三人安排上了死亡大礼包 法力适应基础课 专门用来测试新生魔力灵敏度的课程 就和阿萱之前进入的法力魔方差不多 学生们要通过一个叫做法力房间的装置 一般来说 新生可以坚持到第三个阶段 毕业生能坚持到第七个阶段 而邱子仍给代课老师下达的任务除了监视阿萱以外 那就是在通过法力房间的时候不得插手 美其名曰锻炼学生的极限 其实是想通过这个下三滥的手段捣死阿萱 因为在通过房间时 有些人会因为身体的不是出现应激反应 搞不好会当场去世 而这些反应都是在通过房间后才会产生的 前面的几个阶段都很顺利 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承受不住 直到第七阶段 留下来的也只剩下四个学生 除了阿萱三人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李秀赫的学生 此人也是新生排行榜前五的存在 当穿越到第八阶段时 李秀赫和金友情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好在两人比较惜命 当场就放弃了 徐瑞娜虽然也有些反应 但在好强心的驱使下 他仍旧选择了继续 终于在经过第九阶段的时候 徐瑞娜被崔士元给抬了出去 尽管生命体没有大碍 但这股滋味也够他受的 反观阿萱 他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不过接下来的第十阶段就不一样了 就算老师经过 也会出现呼吸不畅 可不等老师提醒 阿萱已经一头扎了进去 老师健壮赶忙追了上去 尽管校长再三叮嘱不要插手 但他会怕阿萱死在里面 可当他看到阿萱一点事情 都没有的样子时 当场就愣住了 这他喵的还是学生吗 测试结束 阿萱成了老师口中的天才 同时也成了李秀赫的眼中钉 他怀疑阿萱是走了后门进来的 如果不是 那对方不可能比自己强 这些话连他的同伴都听不下去了 你他喵的连金友情和徐瑞娜都比不过 还好意思说这种话 他让李秀赫不要瞎想了 可是一个做死的人 又怎会乖乖听话呢 一个新入学的小嘎嘎 竟然引来两大美女会长的争强 现在是自己的老师 有奶没奶 先做一口 除了这些之外 他还向柳星恩推荐了几个人才 其中便有徐瑞娜 金友情和安浩妍 另外还有一个李宰祥 前三个人倒没有问题 但是李宰祥却让柳星恩难为起来 他是第一位S级猎袭者的小儿子 尽管天赋不如他的哥哥们 在家族中不受关注 可即便如此 家人就是家人 如果把他拉到莲花工会 可能会与他父亲的风神工会产生摩擦 这样未必风险太大 可阿萱却坚持要将他拉过来 柳星恩也只是微微一笑 并未做出回应 开玩笑 未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 这时 星才上门汇报策划人工会的董事长志显来了 挂掉了电话 柳星恩让助理带人进 两大美女董事长会面 表面虽然客客气气 却都是话里有话 一套虚情假意的寒暄过后 志显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他听说最近莲花工会正在重点培养一位人才 所以直接出个价 饶氏加了十几年大纲 再听到这句话时柳星恩也是有些做不住 你还是去别的地方问问吧 我们从来没把那个孩子当成赚情的工具 志显微微一笑 你以为那个孩子也是这样想的吗 呵呵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见对方脸色变了 志秀也没有继续自讨没趣 他笑盈盈的起身表示无所谓 这趟来也只不过是出于礼貌告诉对方一生 柳星恩也不惯着他 当即回对表示 他的礼貌让自己很不爽 尽管两人此时都是笑盈盈的 但房间内的火药味让心裁兄妹两人都有些受不了 既然这样 我也不和你废话 谁能得到那个孩子 我们各凭本事 另一边 经过体能检测后的阿萱迎来了他的第二实战课程 与虚拟投影魔兽对战 尽管这项测试是安全 但魔兽的实力却是一比一环渊 受到伤害时仍旧会感受到疼痛 按照规则 他们将会每四人一子进行测试 只是让阿萱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和李秀赫分到了一子 一上来 李秀赫就展现出十足的火药味 他表示阿萱身上一定有特殊的秘密 否则不可能拿到新生狩猎的第一名 见来者不善 阿萱也不惯着对方 既然不相信 完全可以试一试 想打一架 老子随时奉陪 一个排行第五名的小嘎嘎 居然向绑一大哥发起挑衅 这简直就是恶狗下茅房 找死吃呢 就在阿萱准备让对方回炉重造的时候 教官突然呵斥住两人 并表示接下来该他们组上场了 阿萱这才就此作罢 随着倒计时结束 一头虚拟的海骨士兵被召化了出来 身为魔法师 李秀赫本能后撤一步准备吟唱魔法 可下一秒 他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准 只见阿萱急速朝着海骨士兵冲杀上去 就连队伍里的两个武斗戏妹子都看了 一个魔法戏居然冲到了最前排 阿萱一脸冷漠地冲刺 根本不在乎众人的反应 既然有人敢挑衅自己 那么只能给他们露一手 雷霆之力在手中滋滋作 阿萱抡起硬邦邦的拳头猛然砸向了眼前的海骨士兵 一个剧烈的爆炸过后 海骨兵当场被秒杀 这下不光是身后的三人 就连场外的教官和新生们都傻了 这他瞄的是什么牛马战神 与此同时 更多的海骨士兵被召唤出来 阿萱如同下山猛虎 主动技能魔法武装发动 这是一个普通魔法师绝对不会学习的特殊技能 他能够提升魔法师的物理伤害 这根本是昆类的技能 但对阿萱这个魔武双修的变态来说 完全就是量身打造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阿萱完成了测试的第一阶段 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测试开始 一头尸鬼拔地而起 呵呵 还真是好久不见了 就这样 没用多长时间 阿萱就凭一己之力完美通关了十阶段测试 耗费的时间更是打破了剑效纪录 此时的李秀赫已彻底绷不住了 你到底耍了什么把戏 把戏 那只不过是你的认知不够吧 另外 不要让我再重复一遍 你如果再敢挑衅我 信不信我会捏爆你的昆霸 恐怖的杀气让李秀赫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若不是教官及时出现 估计自己已经贪了 不过即便这样 他的嘴容就很易 他让阿萱等着 你来私学院结上 他会和他一决胜负 阿萱冷哼一声 你以为你是谁 而且老子已经有约了 男人拒绝了笑话的双飞邀请 一心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修炼魔力 原来在不久后 学校将为新生准备一场模拟副本实战 而进入副本前的热身运动极为重要 即便是练习超过两年半的魔法时 如果滥用高级技能 也难免会受到法力反噬 使用魔法时 如果法力逆流 使用者的身体会受到极大损伤 而阿萱的闪电锁链和线剂 都是高级技能 所以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房间里独自练习 况且在模拟副本实战中 还会出现未知的危险 将魔力凝聚于丹田之中 阿萱完成了今天的训练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了系统面板 主线任务 第一个转折点 你成功穿越回之前 最想回去的时间点 从现在起 你将重新经历一些 曾经让你后悔的转折点 现在的你会和当初 做出同样的选择 还是其他不同的选择呢 你的选择可能会决定他人的生死 任务分为两条路线 难度和奖励都是位置 阿萱一脸疑惑 这他瞄的什么意思 画面一转来到副本门口 此次行动仍旧是 按照随即分组的方式进行 出于公平和安全考虑 副本内只会出现 和学生等级差不多的低等魔兽 导师的话 给在场的学生们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但只有阿萱知道 这都是邱子仁设下的陷阱 副本中出现的大部分魔兽 的确是低级的 但其中也会混杂一些 BOSS级的怪兽 虽然不知道邱子仁在搞什么鬼 但阿萱并不想跟着他的节奏走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穿越前 邱子仁曾在这场活动中 露出了鸡脚 所以 阿萱打算借此机会 揭穿邱子仁的真面目 很快分组抽签就开始了 只是让阿萱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和徐瑞娜分道了一组 不管怎么说 身边有个能干的女人就是方便 至少吃喝拉撒不用丑了 除了徐瑞娜之外 阿萱的小组 还有真雅和心语 两个舞斗系的学生 在看到这两个人时 阿萱也是愣了一下 在穿越前 他们曾为了保护其他学生 死在了BOSS手下 想到这里 阿萱似乎明白了 上次系统任务的含义 很明显 这两个人就是 摆在他眼前的选择 看来诺恩斯系统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这次考验 而设下的任务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来亲自 改写两人的结局 学校给新生准备的 模拟副本中 竟然出现了兽人之王 在进行分组过后 阿萱立即制定了 作战计划 临近副本时 他特意看了一眼金友情 在看到对方和安浩岩 分道一组时 阿萱也放心下来 至少和对方在一起 他不会受伤 就这样 众人在导师的指导下 陆续进入了副本中 不知过去多久 金友情一组 进入了一处矿洞 就在他们以为 马上就能挖到钻石的时候 安浩岩率先感知到了危机 就在他发出提醒不久 一群狼人就围住了洞口 看到对方的数量 安浩岩也不由眉头紧重 虽然他们的实力 和戏斗差不多 但如果数量太多 也不好对付 超齐武器 安浩岩决定速战速决 与此同时 金友情也在背后 发动光波炸裂 辅助对方 整个矿洞中 除了狼人们的惨叫 就剩下几人的黑羞射 虽然只是第一次合作 但四人的配合还算默契 很快狼人就被斩杀殆尽 就在众人以为 这场战斗结束的时候 队伍里的战士 突然捂着脖子跌坐下去 见此一幕 几人顿时慌了 难道狼人也会用毒 可下一秒 金友情就愣着 造成这一切的并不是毒 而是狼王的恐惧技能 与此同时在另一点 阿轩几人一路轻松斩杀 也来到一处矿洞中 只是让阿轩意外的是 这里和他记忆中的场景 完全不同 墙壁上有一团 类似乌鸦的印记 看来这一定是 邱子仁干的好事 自从拒绝加入对方后 邱子仁就把自己 当成了变数 一个影响他计划的变数 这次的副本 肯定有他为自己 准备的陷阱 果然 这个想法刚刚从脑海划过 阿轩就感知到了危险 他提醒众人做好准备 就在四人摆开阵势的时候 矿洞的墙壁突然炸裂 下一秒 一头狼王带领着狼人冲了出来 看到这里 众人皆是慌了 但紧接着他们 就想起阿轩之前的计划 不管遇到什么 绝对不可以离开自己的位置 就这样三人站在自己的位置 开始抵御狼人的进攻 而此时的阿轩 已快速冲向了狼王 裹挟着雷霆之力的拳头 猛然朝对方袭去 一拳之威恐怖如斯 但浓烟还未散去 阿轩却笑了起来 呵呵 我倒是想过会出现变数 没想到这个变数 竟是遇到了 可以再生的兽人之王 这可就有点过分了 滴滴 识别到兽人之王背后的存在 系统确认其背后的存在是奥丁的乌鸦 自动接收特殊任务 乌鸦狩猎者 请把压制你和阿萨神反对者的奥丁乌鸦全部消灭 难度F 单一任务奖励空白卡牌 任务通关奖励 品阶提升 失败惩罚 死亡 一个用来测试新生的模拟副本究竟有多离谱 里面竟然出现了拥有再生技能的兽人之王 在看到系统的提示时 阿萨也不由得眉头紧重 传闻奥丁有两只乌鸦 分别是福金和雾霓 而奥丁正是通过他们洞察天下统治阿斯加德 如此说来 这头狼王一定就是奥丁的追随者 可即便知道了他背后的操控者 阿萨仍旧没把握独自干掉对方 按照穿越前的做牌 他早就选择溜溜溜了 可现在他身后还有三个人 如果丢下他们 岂不是和穿越前的选择一样吗 看来诺恩斯系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思索片刻 阿萨让三人先离开这里 因为他没办法一边保护他们一边战斗 可徐瑞娜并不想放弃阿萨 他表示自己可以帮他 看着对方坚定的眼神 阿萨知道 自己是没法说服对方了 于是他让星宇两人先离开副本 去寻求导师的帮助 自己则和徐瑞娜拖住狼王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有了徐瑞娜的辅助 阿萨的进攻比之前方便了许多 没了顾虑的他快速席向狼王 突然 他发现狼王的身体出现了融化的迹象 这是肉体无法承受魔力的表现 阿萨顿时明白了 有人正在强行赋予狼王超出承受上限的魔力 呵呵 奥丁的乌鸦 躲在背后是不是很有趣 将神气壶寄生装备在手腕之上 阿萨获得了主动技能魔力感知 在这个技能的加持下 他清晰地看到 狼王体内的魔力如同丝线一般被一只乌鸦之爪操控 嘿嘿 终于露出鸡脚了 既然被发现了 那就让我送你一程吧 与此同时 在副本门口 金友情一组率先打开了传送门 在看到队伍里有人受伤 负责授课的导师也是一脸震惊 安浩颜告诉对方 他们在副本里遇到了兽王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听到这里 导师立马安排人员治疗伤员 同时将电话打给了理事长邱子仁 让他立马派出救援队支援 邱子仁漫不经心地接过电话 表示这件事情他知道了 随后便将电话挂断 导师只感觉对方的语气有些怪异 但并没有多想什么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邱子仁造成的 他的任务是为奥丁和阿萨神族寻找人才 只不过 那些不能加入他的 他会亲手将其毁掉 学校的两大天才共同联手对抗必及魔兽 可即便如此 两人仍旧力不从心 狼王不仅拥有不死无灭的能力 体内的魔力更是得到了奥丁乌鸦的灌输 再多的闪电锁链都无法靠近对方 阿萱知道这样下去 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尤其是徐瑞娜 此刻已经完全接近虚拓 可即便如此 他仍旧为阿萱不停加持魔法护断 阿萱知道对方应该很清楚 就算打败了狼王 他也会因为法力反噬受到重创 甚至死亡 可他仍旧这样做 这让他大为感动 穿越后 他曾下定决心 这一次再也不会相信任何 可徐瑞娜对自己却是一无法护 想到这里 阿萱也不再留守 数条闪电锁链急速席向狼王 阿萱快步向前 一脚踏在锁链之上 这一幕让徐瑞娜大为震惊 要知道闪电锁链的速度极快 对方能踏在上面 除了拥有对魔法细致的掌控力之外 还要有抛弃死亡威胁的勇气 可他不知道 正是因为他的一无反顾 才让阿萱下定了决心 此时阿萱已来到狼王头顶 看到对方 狼王立即挥动了手中的狼牙唇 速度之快让徐瑞娜都来不及失掌步动 狼牙傍袭向面门的瞬间 阿萱汉地拔从一跃而起 手中更是直接召唤出了长剑 此刻他脑海里不断回忆着穿越前的剑术 尽管只是最基础的招式 但一旦注入了强大的魔力 也能批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朝着魔力链接触不断挥砍 阿萱手中的剑瞬间断成了数剑 但伴随着碎裂声的还有狼王的惨叫 滴滴 兽人之王与奥丁乌鸦的魔力链接已被斩断 落地后的阿萱头也不回 闪电锁链直接瞄准了矿洞的墙壁 爆炸之后 一只人形乌鸦倒在了地上 阿萱猛然踏出一脚 冷声说道 奥丁到底有什么目的 此时的乌鸦鸡脚乱颤 除了嘎嘎嘎 就只会嘎嘎嘎 看来是只没有智力的家伙 既然如此 那就毁灭了 就在乌鸦死去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涌入矿洞 不好 战斗还没结束 小心法力反噬 阿萱刚刚发出提醒 混沌魔力就涌入了自己体内 好在她提前有所准备 混沌魔力被体内纯净的魔力净化 与此同时 她也收到了系统的奖励 获得五点天赋值 空白卡牌一张 等级提升一击 刚刚松了一口气 但紧接着阿萱旁观一击 徐瑞娜此刻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注意 一名队友陷入危机状态 若不及时治疗 该对象将会死亡 孤男寡女独处洞穴之中 你是想当证人君子 还是释放心中野兽 在受到反噬后 阿萱第一时间用绝对演算技能 打通了徐瑞娜的疏通管 这才让对方体内机遇的魔力 得到了疏通 醒来后的徐瑞娜满脑子都是问候 可就在这时 阿萱淡淡开口表示 想和她对一下口径 结果徐瑞娜听成了对一下口 心中沉睡的野兽瞬间被唤醒 徐瑞娜面红耳赤地看向阿萱 飞口不行吗 但作为钢铁直男的阿萱 并不清楚对方已经想外 自顾自地开始向徐瑞娜解释起来 她希望对方能为她保密 她并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能力 徐瑞娜当场有些射死 她喵的 老娘准备脱裤子 你竟然说的是这个 不过你既然有这种能力 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呢 阿萱告诉对方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遇见兽人之王 完全都是邱子仁搞的鬼 那个家伙一直把学生当成工具人 只要被他贴上没有价值的标签 即使是寄了他也无所谓 所以为了能够继续牵制对方 自己必须隐藏实力 听着阿萱的解释 徐瑞娜沉默了 但她很好奇 阿萱为什么能知道这么多 她希望对方能给她个答案 看着对方一脸坚定的样子 阿萱甚至动了给对方洗脑的念头 但转念一想 如果洗脑失败 对方很可能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于是她告诉徐瑞娜 现在还不能告诉她太多 否则她会有生命危险 与此同时 在副本门口 金友情已是哭的梨花带雨 刚刚救援队传来消息 让大家埋锅造饭准备吃喜 可就在这时 副本大门突然打开 看到阿萱两人平安归来 教官一脸震惊 两个新生居然可以在 B级魔兽手下活下来 他们究竟是不是新入学的学生了 在和众人简单解释了一番后 阿萱决定先回去休息 此时系统的奖励也发放了下来 由于她选择了闭路线并完成任务 获得道具一灯的金苹果 拿到奖励的阿萱心情大好 但另一边的邱子仁却是怒气大发 精心策划好的陷阱居然没能困住阿萱 他质问手下是不是已经没用了 手下满脸冷汗 一个劲地给对方道歉 表示下次绝不会让李市长失望了 冷眼看着对方 邱子仁一脸阴狠地说道 下次活动 一定要驯服阿萱这头将女 否则 你就和她一同去死吧 男人获得一枚发光的金色苹果 没想到竟然是传说中的神话级道具 这是由青春女神伊登掌管的苹果 使用后不仅可以延缓衰老 还能永久提升法力适应性 这简直就是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一口仰下 汁水四溅 金色的光芒萦绕在阿萱周身 滴滴 体力值永久提高20点 法力值永久提高20点 使用者衰老速度降低50% 自愈能力提高50% 魔力适应性得到大幅永久性提升 看到金苹果带来的逆天效果 阿萱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给了柳星恩 现在的他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来释放体内的洪荒之力 当然并不是要和对方切磋排挤 而是让齐维自己安排一场副本 原来就在刚刚 阿萱无疑中在电视上听到专家讲解主题副本 主题副本与普通副本不同 挑战者会成为副本中的角色 想要通关必须完成特定条件才可以 而且中途不可以退出 可以把它理解为情景句 不过最让人关注的是主题副本中的隐藏菜单 猎袭者们将这些道具称为神的安排 阿萱记得 再过几天 立即游乐场主题副本就会爆发 而雷神托仆人曾使用过的提速神靴就藏在那里 在穿越前 这件道具靠着大幅提升敏捷的绝对优势 成为了众多觉醒者趋之若鹜的神器 之前阿萱将天赋值都分配到了法力和耐力上 有了这件装备 他的各项能力就能保持平衡 所以这一次 他势在必得 在安排好一切之后 阿萱来到了奇幻乐园 他快步走到售票口 将客有莲花工会印记的特有黑卡递了过去 你好 我是莲花工会的阿萱 再过一会 这里将会爆发主题副本 与此同时 在学校男生宿舍楼 金志炎教官正准备找阿萱聊一聊 本以为上次的事故会给这个新生带来阴影 没想到对方早已出门办事去了 这让金志炎不由的好奇起这个新生来 离开了宿舍楼 金志炎的组长打来了电话 原来从上次的事故之后 他们便开始了秘密调查 经过顺藤摸瓜 他们发现 模拟副本中的事故是邱子仁亲自动的手 而且他还有一个帮手 那就是金士基教官 对方希望金志炎这段时间继续留意这两个人 金志炎表示没有问题 但是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还要加上一个新生阿萱 因为他感觉对方一定知道些秘密 仅凭一张黑卡 就能让游乐场的老板乖乖听话 大工会的名号果然好用了 为了应对马上开启的主题副本 阿萱打着莲花工会的旗号 让游乐场负责人驱散了人群 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阿萱知道 副本马上就要降临了 滴滴 主题副本变为废墟的奇幻乐园出现 伴随着系统声响起 周围的空间开始变得扭曲 滴滴 特殊任务 请接受这里的三个任务 并将其全部完成 蓝杜委 奖励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 看着不断变换的天空 阿萱长叹一口气 果然和穿越前的记忆一样 海盗船就是触发任务的地点 在上一世 有个自称智商150的家伙 拿到了这个任务的奖励 只不过他过于嚣张被人盯上 最终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 也落入了他人之手 只可惜 这一次 阿萱要提前截虎了 发现第一个任务 是否开始挑战海盗船 阿萱微微一笑 旋即点下确定按钮 一道足以扭曲空间的力量 降临在阿萱身上 阿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随着同步率不断攀升 阿萱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之中 阿萱这次的任务和剧本杀差不多 他将会化身为 从维京族侵略中 幸存的战士提亚尔菲 寻找被绑架的妹妹罗斯昆瓦 而任务的奖励 就是获得主动技能指挥者的呐喊 提亚尔菲是雷神的侍从 同时也是九大世界中 跑步最快的人 他本是凡人 因全家死于维京人之手 所以他极度厌恶 信奉阿萨神族的维京人 阿萱有理由怀疑 这次的任务和诺恩斯系统 脱不开关系 睁开眼睛 阿萱发现自己在一艘船上 根据脑海里传来的记忆 这里应该是为了拯救昆瓦 从维京人那里抢来的船 而策划这次行动的 就是费德里克 就在阿萱刚刚整理完 这些信息的时候 船舱就遭受了剧烈的撞击 无数的海盗登上了船舱 看到这里 阿萱让费德里克往后靠靠 接下来该轮到他装插了 脚下一用力 阿萱便跳到了另一艘船上 看着叫嚣的小嘎嘎们 阿萱一脸冷漠 准备速战速决 可就在这时 船上的一个女人 引起了她的注 只见船中间 绑着一个粉红色头发的女人 系统提示她就是 提阿尔菲的妹妹昆娃 只是让阿萱意外的是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穿越前 那个智商150的天才少女 徐亚萱 这个智商150的少女 却长了一身反骨 在游乐场发布 紧急广播的时候 她竟偷偷尾随阿萱 准备看一下对方要干什么 却不料被卷入了主题副本中 看着化身为昆娃的徐亚萱 阿萱也感到一阵头大 明明让广播驱散了人群 可还是有漏网之语 而且她喵的 还是徐亚萱这个反骨仔 看着阿萱不停挠头 船舱上的小嘎嘎们 以为对方怕 纷纷朝她弯弓搭建 本就窝火的阿萱当场就怒了 为什么自己的身边 总会有一群傻逼 压抑和憋屈化为硬邦邦的拳头 直接打向了海盗人群 仅是一拳便干翻了一片 阿萱一边在心里盘算 如何利用徐亚萱 一边挥舞拳头抱锤小嘎嘎 没意会功夫 海盗们就被阿萱全部干翻在地 她来到徐亚萱身前诞声说道 别装睡了 赶紧起来吧 你就是昆娃 徐亚萱一咧嘴 随即笑盈盈地看向阿萱 嘿嘿 被你发现了 提阿尔非 见对方还在调侃自己 阿萱直接一拳打向她身后的柱子 我知道你现在在打什么主意 别想着耍小聪明来试探我 你最好考虑清楚 伴随着任务完成的提示声响起 两人传送回到了游乐场中 本以为刚才的一拳能让对方乖乖听话 没想到 出来后的徐亚萱仍旧谎话连篇 只可惜她遇人不输 阿萱作为穿越者 对徐亚萱谈不上多么了解 但最起码能够分辨她的谎话 她直接说出了对方的技能思维加速 这是一个可以瞬间将使用者时间变慢思维加速的技能 除了用在指挥方面 这个技能还可以分析读懂对方的想法 在听到阿萱说出自己的秘密 徐亚萱的脸都黑了 阿萱表示 如果想活着出去就乖乖听话 否则她会直接将她丢在这里 徐亚萱慌了 她恳求阿萱不要丢下她 除了拥有智慧的小脑瓜 她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 所以在这个副本中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 阿萱邪媚一笑 想要驯服一个聪明的女人 光用口是不行的 她发动洗脑的分支技能 制定了一份契约让对方签下 看到契约内容 徐亚萱冷汗直流 可为了能够活着出去 只能含泪签下 伴随着一道金色的锁链缠在脖子上 徐亚萱和阿萱的关系变为了丛属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份契约哪怕是在任务结束后 也不会解除 看来自己注定是要跟着对方一辈子 本以为抱上了一根粗壮的大腿 却不料那只是男人的一条婚吧 在和阿萱签订完契约后 徐亚萱也没了脾气 随后两人来到了第二个任务点 幽灵之巫 尽管嘴上说着不害怕 但徐亚萱的心里已经叫了爸爸 在这个任务中 他扮演的是一名摄像师 而阿萱则是一名凶宅探险主播 他们的任务是在不违反 三条规则的前提下离开凶宅 而且部分技能还被封印了 就在两人讨论任务的时候 一个长相恐怖的男人 突然出现在了两人身后 我是这座宅底的管家 今日受伯爵之命前来接待二位 随着管家的话音落下 系统的提示弹了出来 法兰迪奥的宅底 你收到了宅底主人 法兰迪奥伯爵的邀请 但这里隐藏着一个阴暗而又卑劣的秘密 请你用摄影机记录所有真相 并揭开这里的秘密后逃离这里 任务奖励 主动技能幻想 随着宅底大门打开 两人缓缓跟了进去 一进房间 徐亚轩就被一幅画吸引了 上面是一个少女抱着一条狗 这时管家突然阴森地看向两人 这时宅底主人法兰迪奥小姐 和她的爱犬旺财的肖像话 管家的惊鸿一瞥让两人几倍发凉 阿萱知道 这个任务和上一个不同 这里没有背景提示 所有的秘密都需要她亲自去探索 很快他们两人就被邀请到了一座房间内 这是主人给两位准备的晚餐 请慢慢享用 等各位用餐结束 我还会回来的 丢下这句话 管家一脸阴森地退出了房间 阿萱表示 趁着对方不在 他们得赶紧收集情报 徐亚轩表示认同 随即便发动了思维加速技能 双脚离地 智商占领高地 在CPU的疯狂运转下 周围的一切都清晰刻印在徐亚轩的脑海里 等他再次睁眼 他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线索 首先是这座宅邸主人的身材很娇小 因为主人坐的椅子比客人的要高 而且客厅柜子普遍很矮 只有把手下面堆积了灰尘 思索了一下徐亚轩的话 阿萱认为很有道理 他让对方赶紧记录下来 准备去下一个场景探索 可就在出门的时候 阿萱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 他们已经被锁在了屋里 与此同时 在游乐场外 主题副本的出现 已经惊动了官方和媒体 在一处拐角 两个男人正愁眉苦脸地 谈论着这次事件 他们是猎习者管理局的人 专门负责这片区域的 副本安全问题 可如今出现的主题副本 却成了两人生殖路上的绊脚石 因为他们听说副本 卷入了两个孩子 如果他们不能平安出来 不只是无法生殖的问题 就连刚刚因为哥布林事件 生殖的黄毛也要降职 这时黄毛拿出了 被困人员的资料 在看到阿萱的照片时 黄毛顿时愣住 这不是当初清理 哥布林的那个小子吗 自己的生殖 就是因为对方将功劳给了自己 想到这里 黄毛突然笑了起来 大哥 别瞅了 这次的主题副本 说不定能被成功通关呢 一个建在游乐场的幽灵之家 究竟有什么套目 在发现自己被锁在房间里时 阿萱知道 既然这是个解密任务 物理驱鬼肯定是行不通的 而且在穿越前 李亚萱这种战舞渣 都能通关游戏 那就说明这里 一定还有他没发现的东西 就在阿萱思考 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李亚萱的脸色突然变了 他让阿萱过来和他一起看摄像机 里面出现了一些诡异的画面 在看到摄像机时 阿萱也是愣了一下 摄像机所照出来的画面 居然和现实所看到的不同 这就说明 周围的一切都是幻象 而摄像机便是找到钥匙的关键 在探索了一番之后 阿萱发现 桌子上的食物就是管家的尸体 阿萱尝试使用绝对演算 来寻找幻象的源头 可技能刚刚发动 就被提示无法使用该技能 于是他改变策略 开启魔力感知 果然 在桌子的尽头处他发现了端倪 他告诉徐亚萱 钥匙就藏在桌子上的布丁里 在看到摄像机里布丁就是管家的嘴时 李亚萱当场就炸毛了 可迫于阿萱的淫威 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摸钥匙 随着钥匙被取出 第二谜团完成的提示声便传了管 与此同时 管家正一脸阴森地透过水晶球观察着两人 看来是我招待不周了 不过身为宅底的大管家 我又怎会让伯爵大人失望了 此时阿萱正带着李亚萱探索剩下的房间 为了加快进度 他让李亚萱和自己分头行动 李亚萱心里虽有一万个不情愿 但为了能尽早走出这里 只能按阿萱说的办 刚进入一处客房 阿萱就感受到了身后的魔力波动 转头看去 竟然是一个白衣幽灵 只见对方倾抬手指 下一秒 管家就出现在了阿萱身后 等他再次睁眼 他已和徐亚萱关进了地牢之中 阿萱暗骂一声 尽管他已经料到对方会出手 但没想到还是被偷袭了 在看清周围的环境后 阿萱为自己的拳头施展了消音效果 一拳下去 牢门瞬间被打穿 想要节省时间 现在只能使用物理驱鬼术了 突然一声狗叫从身后传来 不等反应过来 小狗已扑进了自己怀中 看到对方 阿萱顿时愣了一下 只见小狗嘴里正叼着一串发光的钥匙 阿萱兴奋地将他抱起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身后的徐亚萱是个假的 而这条叼着钥匙的小狗 才是真正的徐亚萱 全球第一大奶妈给自己当靠山 究竟有多爽 干净卫生还管保 就在阿萱进入主题副本不久 柳星恩就让星才赶往现场 星才找到觉醒局的人表示 这次事件造成的负面后果 由他们莲华工会来承担 小胡子也是一脸猛逼 一个米莱斯学院的新生 究竟有什么魅力让对方这样做 星才没有解释 他只要求对方不公开阿萱的信息就好 小胡子更纳闷了 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 那个孩子能通关 星才让他不用担心 并表示 如果阿萱连这种副本都无法通关 他们莲花工会就不会插手了 此时在幽灵之家 在得到小狗拿来的钥匙后 阿萱接到了新的任务 阅读法兰迪奥的日记 奖励解除主题副本的技能限制 随后他便带着李亚萱 前往宅底四楼 可一路上 李亚萱总是时不时地劝阻 自己那是个陷阱 就在两人困在三楼找不到出口的时候 那个白衣幽灵再次出现在了阿萱身后 看到对方 李亚萱的表情突然凝固了 随后他拉着阿萱就要离开这里 但阿萱此时却有了另外的一个想法 甩开李亚萱的手臂 他询问对方是不是对这座宅底有怨念 幽灵摇摇头随后抬起了手指 但这次管家的身影并没有出现 阿萱猜到上次可能对方也只是在提醒自己 那么这次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在给自己指路 阿萱试着问了一句 就这样在白衣幽灵的指引下 阿萱找到了法兰迪奥的房间 一进门 李亚萱就自告奋勇表示书桌由他来搜查 但阿萱表示 那里很重要 还是交给他吧 随后他便在书桌上找到了法兰迪奥的日记本 在仔细翻阅之后 阿萱终于明白了这座宅底的秘密 原来法兰迪奥从一开始就遇害了 做下这件事的应该是强占了宅底的魔兽 刚想到这里 系统就发来了提示 制约您的束缚已解除 技能使用限制消失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李亚萱的身体突然发生的变异 砖头看去 对方竟变成了一个活人幽灵 与此同时 房间的大门也突然被打开 无数的管家出现在了幽灵身后 滴滴 已解开宅底的第一个秘密 实现任务已完成 已成功破解宅底全部秘密 请平安离开宅底 物理驱轨 最为致命 解开了技能限制的阿萱 如同拿到了篮球的机 纵使活人幽灵数量众多 阿萱仍旧丝毫不惧 事实上 阿萱早就察觉到地牢里的那个李亚萱不对劲 对方一路上不停地称呼自己为哥哥 喊得自己快要恶心死了 他嘲讽幽灵实在太笨 这句话瞬间把对方给激怒了 身后的管家也都化身成了活人幽灵冲杀上来 这种魔物可以复制他人的身体和技能 但即便他再能打 也只不过是C级的魔兽 阿萱在一次次的闪转藤螺间释放出了闪电锁链 活人幽灵原本破败不堪的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 他不甘心地杀向阿萱 但此时闪电锁链已将他牢牢捆绑 爆炸声回荡在整座房间内 活人幽灵彻底死在了阿萱面前 临走时 阿萱回头望去 只见法兰迪奥以恢复人形在朝自己招手 阿萱会心一笑打开了房间大门 滴滴 第二任务完成 宁已完成隐藏剧情 结算时将获得额外奖励 回到游乐场 阿萱开始检查自己的奖励 说不定能够改变结局 此时李亚萱正在一旁生着闷气 明明早就知道自己是那条小狗 却不提醒一下自己 搞得他以为这次死定了 阿萱也没惯着他 你一个从属跟我耍什么小脾气 赶紧起来干活 我们该去第三任务点了 就这样一路骂骂咧咧地来到第三任务点 刚到这里 现场就响起了音乐 盛装打扮的人们出现在了周围 很快一个戴着面具的白衣男人来到了阿萱面前 阿萱让对方不要废话 赶紧下发任务 面具男告诉他 只不过魔物的数量和等级是根据挑战者的实力而变化 经过检测 两人的等级是S级 听到这里 阿萱两人顿时压麻呆着 你他喵的该不是搞我的吧 我的等级怎么可能是S级 可面具男根本不搭理两人 伴随着炽热的火光 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游热场中 请躲避什尔特尔的分身的攻击并活着到达距点 隐藏任务 解决什尔特尔的分身 消除潜在隐患 什尔特尔的分身的出现让阿萱无比震惊 但更让他摸不到头脑的是 这次任务的参与人数居然是三个人 可恶 第三人究竟是谁 这里一定有问题 一只平平无奇的小野猫 竟然召唤出了S级魔物 什尔特尔是火巨人国度穆斯贝尔海姆的守护者 在巨人之祖尤米尔诞生前 他便已经存在 烧毁整个世界是他唯一的目标 传闻他手中那把翠着火焰的魔剑 可以请客间让整个世界化为乌有 在看到对方出现的那一刻 阿萱已经开始骂娘 就在他忙着逃跑的时候 一只黑色的小猫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哎呀 好像是因为我的出现才让事情变成了这样 我是不是该帮他一下呀 呵呵 你可真调皮 明明没想帮忙 却在这里说风凉话 不过 我倒是想看一下我们的反叛者这次到底能不能活下来 发出声音的是掌管明界的赫尔 透过小猫脚下的水晶球 他正观察着阿萱的动向 此时的阿萱正不停地闪躲 什尔特尔虽然只是个分身 突然发现了据点的位置 听到这里 阿萱当即发动了提速技能 抓起徐亚萱便如离弦之剑冲了出去 尽管什尔特尔很强 但这个任务只要两人安全到达据点就行了 此时的什尔特尔已接近暴怒 他喵的 到底是哪个小可爱召唤了老子 还不出来怪怪受死 火球在阿萱的周围炸裂 他知道两个人一起跑肯定是没戏了 于是他让徐亚萱先去据点 自己则去引开对方 在徐亚萱离开之后 阿萱调转身体来到什尔特尔脚下 别找了 你跌在这里呢 什尔特尔膀胱一扫 当即砸出一枚火球 阿萱快速闪躲 纵身一跃便来到一处高塔 就你这速度 还想抓住老子 阿萱的嘲讽让对方顿时恼火 硬邦邦的拳头猛然砸下 阿萱本以为这样就能吸引住对方 可不料什尔特尔发现了正在逃跑的李亚萱 就在李亚萱即将到达据点的时候 一发火球从天而降 见此一幕 两人顿时呆住 滴滴 终点战据点已被摧毁 原通关条件已无法达成 必须完成隐藏任务才可通关 看着眼前的熊熊大火 李亚萱已经快要哭了 一介凡人还想跟老子为敌 吃屎去吧 听着对方的嘲讽 阿萱七的后槽牙都要快咬碎了 他喵的 是你先不讲武德的 一会可别怪老子下手中 一掌接住S级魔物的蓄力一击 这波开挂绝对实锤了 什尔特尔一脸戏谑地看向男主 李亚萱也着急了起来 他现在必须要赶紧想出办法 才能解决问题 突然他灵光一现 赶忙叫住了阿萱 在听到对方有办法对付巨人后 阿萱朝他快步跑了过来 李亚萱告诉他 在游乐场的边缘处 有一个巨大的水箱 他们只需要将巨人引到那个地方 利用水箱将护住他身体的火焰熄灭 说不定就能给他致命一击 阿萱思索一番感觉此即可行 虽然什尔特尔是神话中的巨人 但那个家伙毕竟是个分身 只要击中要害 他就必死无疑 而且李亚萱表示 他会利用思维加速来预判对方行动轨迹 就这样 在李亚萱的预判下 阿萱成功躲过了什尔特尔的攻击 就在他来到水箱边缘的时候 阿萱停下了脚步 什尔特尔见状以为对方怕了 却不料迎来了阿萱的一番嘲讽 什尔特尔怒了 他朝着阿萱猛然打出一击 可不料打破了水箱 原来从一开始 阿萱就使用了幻象技能 大水熄灭了身上的火焰 阿萱大喝一声 手握长剑纵身一跃 倾注了魔力的长剑 猛然插入什尔特尔的心脏部位 嘿嘿 忘了告诉你 老子是挂逼 什尔特尔瞳孔咒缩发出一声怒喝 愚蠢的人类 你别太嚣张 等到我的本体降临 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随着什尔特尔的分身消散 系统声在耳边响起 最终任务已完成 成功完成隐藏任务 达成成就无法言说的攻击 获得道具什尔特尔的不灭之火 与此同时 在游乐场的一处高台上 小黑猫正饶有兴致地看向阿萱 看来他真的不需要我的帮助 这个叫做阿萱的少年还真是有趣 他看起来像是要迫不及待地变强呢 你觉得呢 赫尔 水晶球轻轻摇曳 赫尔的声音传了出来 即便如此 现在的他也只能是有点小本事而已 反叛者的存在 现在还不能被阿萨神族发现 即便那场战争是他注定的命运 但现在还为时过走 奥丁 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 装备时可提升体力值和敏捷值 并可吸得光之部技能 S级技能光之部 该技能可让使用者 在一定时间内瞬间提升速度 使用后五分钟内敏捷值提高两倍 该技能可对他人使用 看着手中比黄金切尔西还要耀眼的靴子 阿萱感到一阵兴奋 终于可以弥补自身速度的短板 这是他突然扫向一旁的李亚萱 四目相对 李亚萱顿时紧张地将手中异物塞入了下体 阿萱一脸无语 以他喵的一个丛鼠在老子面前还有什么秘密 拔拽扯鲍揪身掏 把手里的东西给老子拿出来 李亚萱十分不情愿地拿出一枚珠子 并向阿萱解释说自己获得的道具叫做昆娃的印章 装备后提高50点体力并且吸得技能勇气 勇气这个技能可以帮自己解除恐惧状态 并提升体力和敏捷 谈算了一下 阿萱感觉这个道具对自己作用不大 于是便放过李亚萱 并没有强占过来 这时负责发布任务的面具男突然走了过来 恭喜你挑战者 看来你对自己的奖励十分满意啊 还行吧 拖你的福 我倒是费了不少功夫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们可就走了 听到这里 面具男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 他缓缓走向阿萱 命中注定的反叛者 祝你一路平安 此话一出 阿萱心头狂震 对方是如何看出自己身份的 可不等他提出问题 对方已笑盈盈地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在副本门口 大量的民众聚集于此 看到游乐场走出了两个人 众人全都欢呼起来 然而不等记者团挤入人群 阿萱以快速发动靴子上的技能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一脸猛逼的李亚萱在原地一脸猛逼 回到宿舍不久 阿萱就从电视上看到了主题副本的新闻 但让他意外的是 自己的信息在电视上只字未提 看来莲花工会已经帮自己擦干净定 不过这次的副本也让阿萱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太弱了 每次化险唯一靠的都是自己的小聪明 这明显不是长久之计 他必须要强大到可以单方面碾压对手 让人不敢对轻易对自己出手才可以 否则自己就无法守护家人与朋友 此时在秋子仁的办公室里 一个短发教官缓缓走入了房间 李市长大人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以后每堂课上阿萱的一举一动 我都会向您汇报 秋子仁一脸阴森地看着对方 呵呵 想要把花养好 就必须将杂草清理干净 这次的活动还真是让人期待 女人作为一个老师 却第一次在课堂上受证 只因她的学生向她请教了一本 四星魔导书的知识 在收到李市长秋子仁监视阿萱的命令后 郑立秀就被安排成了阿萱的导师 她将印有地级魔法基础演算式的书 发给班级里的学生 以此来试探阿萱的长短 可她万万没想到 对方只是看了一眼 就读出了课本上的文字 要知道 她发给学生们的课本可是蕴含魔力 且需要解读出演算式才能阅读的魔导书 一般的心声需要一周才能解读出来 阿萱竟然一眼就能看懂魔导书上的文字 然而更让她震惊的还在后面 下课后 阿萱拿着一本四星魔导书找到自己 表示她有一些无法理解的地方需要老师帮助 看到阿萱手中的魔导书 郑立秀当场压麻呆住 她手上的书可是连教官都很难读懂的 对方对魔法的理解居然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与此同时 李亚萱正在床上咒骂着阿萱 上次阿萱将她一个人丢在现场 导致她被官方的人盘问了好几天 更要命的是 由于契约的约束 她还不能说出阿萱的秘密 这种被人锁住喉咙的感觉让她极度不爽 于是她决定亲自去寻找阿萱让她解除契约 可当她怒气冲冲地来到学校时才发现 对方早就将契约的事情忘记了 不仅如此 自己还被现场安排上了任务 原来阿萱从回来后就一直筹备着开店的事情 身为穿越者 阿萱打算利用知晓未来的优势来赚钱 毕竟猎袭者后期是需要大量金币来赚的 而她想到的第一个赚钱方法 就是和李宰祥合伙开魔药商店 几人正愁着给店铺想银子呢 李亚萱就找上门来 于是阿萱便让对方使用思维加速 给即将开业店铺起个好名字 经过众人的一阵商讨 店铺最终命名为爱丽西尔工坊 因为爱丽西尔是过去闲者之时的别称 所以用她来命名最合适不过 忙完了这件事 阿萱来到图书馆 可不管她如何研究 四星魔导书都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上次在郑立秀那里 她也没能得到答案 看来想要理解其中的原理 只能去找柳星恩了 就在阿萱离开图书馆不久 一个带眼睛的男人 悄悄在书本上记录下了她的行踪 画面来到莲花工会 在得知阿萱是来让自己 帮她解读四星魔导书后 柳星恩当场就拒绝了 因为四星魔导书中出现的概念 如果不是亲自去了解 那就毫无意义 只有她自己理解了 才能踏入一级猎习者的境界 阿萱有些失望 看来自己合一级的水平还差不少啊 突然柳星恩画风一转 表示阿萱作为自己的学生 她倒是可以告诉她一个修炼方法 说着她拿出了一根丝带递了过去 我的这个修炼方法 可以帮你领悟增幅这个概念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一把接过丝带 阿萱整个人变得兴奋起来 只要能让我变强 无论什么我都会感兴趣 男人施法一万次 只为获得一个隐藏技能 为了能让阿萱领悟四星魔导书中的增幅效果 柳星恩给她了一根丝带 这件B级道具会让使用者的能力下降50% 她告诉阿萱 戴上这件道具后 她只要反复使用一个技能 就能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出魔法的演算式 为了方便快速掌握 一开始最好是使用魔法箭矢这种低级技能 就这样阿萱在A2战斗系统空间里 开启了她的领悟之路 从早上的5点70分一直训练到晚上的6点80 一周的时间阿萱几乎没怎么休息 这让金友情和徐瑞那两人都开始担心起她的妖子了 但阿萱知道 如果现在不逼自己一把 以后连逼都没得完 就这样 在完美通过第41关测试的时候 阿萱终于领悟了增幅 习得被动技能演算式的理解 魔法箭矢也提升到了二级 没错 四星魔导书中的增幅就是为技能升级而准备的 看着刚刚提升等级的技能面板 阿萱心里盘算 魔法箭矢这种低等级技能哪怕是升满也就是B级 看来想要突破A级猎人 自己以后的路还很长啊 与此同时 消失许久的金士基教官来到了邱子仁办公室 经过上次模拟副本的事件 邱子仁对他的评价降到了谷底 所以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提前准备工会体验活动 为的就是重新得到理事长的关注 看着手下送来的报告 邱子仁一脸邪笑 他就不信 这一次阿萱还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另一边 结束了训练的阿萱正往宿舍感觉 正当他穿过一片小树林时 一股熟悉且阴森的感觉突然浮现 阿萱停下脚步 冷冷开口 是你自己出来还是要我过去呢 话音刚落 魔力便从他脚下弥漫开来 很快他就感知到躲藏在石头后面的东西 阿萱发出一声轻笑 下一秒 一个小黑子就冲杀上来 一个滑步躲开攻击 阿萱猛然抽送一脚 呵呵 看来你还不知道你的同伴已被我干掉了 没错 躲藏在暗处的正是乌鸦人 面对这群没有智商的家伙 阿萱已经失去了耐心 竟敢在学校明目张胆地偷袭自己 看来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魔力在阿萱脚下凝聚 树道法力汇聚的窗口浮现在他身后 主动技能魔法箭矢发动 箭矢如制导导弹精准地打在小黑子身上 现场被炸得浓烟四起 突然 阿萱瞳孔剧震 一股危机由然而生 他当即施展魔法护盾将自己笼罩 伴随着几根昆毛落下 一个男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见到此人 阿萱被惊得目瞪狗呆 好久不见了 我的儿子 还十八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就没忍住要杀了他 只因在上一世中 他和母亲曾被这个男人当成废物抛弃 金色的锁链杀向对方 但男人只是轻轻抽送腰间的佩剑 一道紫色剑芒暴射而出 不仅斩断了阿萱的闪电锁链 剑气甚至还割破了他的腰子 看着地上留下的沟壳 阿萱心头狂震 刚才连对方拔剑的动作都没看清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差距吗 男人盯着阿萱冷漠地开口说道 多年没见到儿子 你的性格硬气了不少了 阿萱捂着伤口冷哼一声 儿子 我可从来没把你当爹看过 不用在这里假惺惺 说吧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话一出 男人气势骤变 他一步一步朝着阿萱走去 声音也逐渐变得冰冷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阿萨神族的反对者 他们与你解除了没有 听到这里的阿萱瞳孔俱阵 可不等他开口 父亲已从他的表情里得到了答案 一道剑猛猛然袭向阿萱 阿萱咬着牙撑起护盾阁倒 但很快护盾就出现了裂痕 好一个副剑子未亡 抽出七匹狼 蛮横的剑召击碎了阿萱的护照 甚至连二臂都被灼烧到冒烟 父亲冷漠地看着阿萱 今天我不会杀你 但同样我也不会让你成为我的绊脚石 所以 今天你就留下你的四肢吧 浓郁的魔力在父亲提表泛滥 我挟着强大威压的一剑 快速朝着阿萱袭来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股带有冥界气息的力量 突然出现拦住了父亲的攻势 男人扭头用膀胱扫向一旁 只见一只黑色的猫咪出现在了远方 你是想毁掉阿萨神族与反叛者的约定 还是想要冒犯伟大的奥丁大人呢 猫咪冷笑一声 随即跳下树下 在落地的过程中 他已化为了少女的模样 退下吧 我找这个孩子还有事 男人刚要说些什么 就看到少女用爪子割破了自己的耳鼻 下一秒 落在地上的鲜血就开始蠕动起来 警示一瞬 就化为无数黑手习向男人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只剩下这一个选择了 黑手的巨手不断地挤压男人 强大的威压让阿萱都睁不开眼睛 仅靠一个渺小的人类就想结束诸神之战 堂堂落机大人 竟沦落到如此地步了吗 尽管男人这样说 但最后还是收起了武器 对他来说 现在开战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他放出狠话表示 下次再遇见对方捣乱 他会毫不犹豫地根据约定锥子 少女冷笑一声 黑色的触手猛然出现在男人脖梗上 随便你 但你最好记住 下次再耍这种小把戏来妨碍我的话 我随时都能割断你的脖子 另外签订条约的只是阿萨神和反对者 可没有哪条规定说过不能杀死奥丁的乌鸦呀 闻听此言 阿萱父亲眼神易冷 随即扭过头便离开了这里 带到对方离去 少女笑盈盈地转过头来 你好阿萱 初次见面 我是赫尔的分身 赫尔拉 既是见证你这个反叛者的观察员 也是指引你完成五项试炼的引导者 你准备好了吗 是被三女神选中的命运反叛者 也是被至尊大奶妈眷顾的魔法少年 年纪轻轻就喝上了爆浆盛水 比寻常人少走了好几年弯路 话说赫尔的分身在赶走阿萱父亲后 便将阿萱带回了宿舍 看着这个浑身只有13%是黑色的女 阿萱的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赫尔让他尽情地问 只要是在他能够解答的范围之内 他都会向他解释 第一个问题 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来头 尽管阿萱已经做好准备 但还是被赫尔的话给雷住了 那个男人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他的本名叫做弗金 是奥丁两只乌鸦中的其中一只 弗金本是一只圣坤 具有侵蚀人心并操控其力量的能力 他会借助另一只能够改变记忆的乌鸦物尼的力量 来维护人间 迄今为止 他一直装作是阿萱的家人在他身边徘徊 就是为了牵制他这个预言中的反叛者 说着赫尔施展法力打出了一个响指 一段尘封记忆被诺恩斯系统唤醒 阿萱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那时的父亲讨厌他成为觉醒者 从小他就受尽了虐待和谩骂 伴随着一道亮光出现 阿萱被封印的记忆正在渐渐苏醒 他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间灵堂中 父亲的遗照就摆在鲜花中间 没错 阿萱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凉了 而且父亲活着的时候对自己很好 之前那个打骂他的父亲已经根本就是雾泥变 唤醒了真正的记忆 阿萱泪流满面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为你是预言中的反叛者 什么狗屁预言 凭什么要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痛苦 赫尔不知如何安慰阿萱 他释放投影魔法开始还原曾经的历史 在一万年前 第一次诸神黄昏降临 这既是诸神的最终之战 也是所有故事的结束 在终末之战中 阿萨神的反对者与诸神进行了激烈战斗 但最终还是败给了阿萨神族和瓦尔基里的军队 战争结束后 奥丁强迫反抗者签订不平等条约 从那之后 世界上无数的生灵受尽奥丁的折磨 然而就在那时 诺伦三女神发出预言 说是万年后第二次周末会再次降临 到那时起 世界上最弱小的存在 将会推翻奥丁与阿斯加德的团制 开启全新的世界 而那个预言中的反叛者就是阿萱 听着对方的解释 阿萱握紧了拳头 你们是想利用我来解决奥丁是吧 那么奥丁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听到这里 赫尔的眼神突然变得冰冷 九大世界的巅峰 奥丁想将九大世界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中 包括人类居住的米德加尔在内 与此同时 奥丁正在神界的教堂中俯视着大帝 真是笑话 为了一个预言 我居然要窥探一个蝼蚁 这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不就是个连我们脚尖都碰不到的人类人 即便是巨树的种子 只要将他消灭在萌芽状态 他也无法继续生长 奥丁长叹一口气 我们的大业即将完成 任何漏洞都不能出现 海姆达尔 我将授予你临时权限 你知道这将会意味着什么吗 男人咧嘴一笑 兴奋地回答 嘿嘿 我总算是可以离开阿斯加德了